商家有权利对顾客搜身吗? 儿子能告父亲侵占自己的财产吗? 客人在酒吧骚乱中无辜被伤,可以让酒吧老板负责吗? 消防队为了救火要拆你的家,你可以拒绝吗? 因道路失修,你骑车摔伤,找公路局讨说法,结果又会怎样? 别轻易下结论,明暗智慧系列文章将告诉你,理不说不明,法不辩不清 民国旧事,乡人至乡,指和鉴,上 作者柳树平 何健在民国时期,是都乡时间最长的一个湖南本省籍人士 自1929年至1937年,长达九年 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干这么久,就因为他完全与唐生智那种理想主义色彩相反 是个彻头彻尾,见风使舵的人 他甚至连赵横替那种制定省宪法以自雇的形式都不需要 而是只看谁的势力更大,就一头扎进其怀里 哪怕以前曾有仇恨,也能立刻笑脸相迎 可以说,他在政治归属上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 当然,这其实是很多政坛人物的共同特点 也算不上什么不可饶恕的缺点 这是一部,以日本人的视角,看待二战日本战败投降的济世文学作品 书中记录了,日本正式宣告投降前二十四个小时内 日本皇室,军政高层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变故 天皇劝服内阁说,无条件投降不是问题 最要紧的是国民的信念和精神的准备 比起日本完全灭亡的结果,哪怕留下一点点种子就有复兴的可能 一个人置在千里,可以恭喜 如果一个民族置在千里,不得不让人警惕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战败前的人性角力 和剑,自云桥,湖南李陵人 他在民国时期,都乡之人中间,是出身最卑微的 他父亲当过多年长工,后来小有积蓄,卖了一点田产 可为了共和剑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又把田给卖了 和剑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布科 回乡到赵恒替任师长的乡军第一师当建席 接着升少尉排长 1917年,段祺瑞派自己的内地傅良祖任湖南都军 谭严凯被迫第二次下台 乡军在乡北被北洋军击败,退守乡南 和剑此时脱离了部队,回到老家李陵一带活动 他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收集了不少溃兵手里的散枪 被当时的乡军总司令成前委任为流理游击队 后开赴湘南,被唐生智收编 和剑当上了唐生智手下的营长 到赵恒替开始主政湖南时,和剑又得唐生智保举,当上了团长 之后,他一直追随唐生智,不断得到提升 北伐开始后,唐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这时的和剑已经是第八军第一师的师长 北伐军胜利挺进,第八军越战越壮大,不久就扩充到了六万多人 分边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 和剑任第三十五军军长 这时,离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回乡当剑席,不过仅仅十个年头 第三十五军驻汉阳的时候,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 这其实是和剑主使的,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湖南的农运声势极大 北伐军中许多军官的家庭都受到了冲击 军官们情绪很激烈 加上此时,蒋介石早已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 武汉方面,上下争论也很激烈 使和剑的立场迅速转向了右倾 但是,他知道,总司令唐生智是不同意分共的 不敢公开的在武汉发动 于是,趁唐离汉去河南前线之际 派人回乡运动,调许克祥团进长沙 迅速发动了事变 许部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 国民党省党校,杀害了不少左派分子 唐生智被迫下野后 湘军大部被贵系吞并 第八军军长李品仙 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 都是广西人 都成了贵系的干将 随白崇喜攻入北洋系的传统领地华北 只有和剑的第三十五军留守两湖地区 仍被贵系李宗仁白崇喜所猜疑 但和剑是个很能保护自己的人 处处对贵系表现出公顺 所以才能暂时保住自己的地位 当时湖南的省政府主席是城前 何剑负责清乡 也就是肃清农会及中共势力 可贵系对城前都乡不放心 怕他跟自己不是一条心 断了贵系归入 于是趁成立武汉政治分会 扣押了城前 以鲁迪平继任湖南省主席 何剑仍负责清乡 他大开杀戒 不遗余力 而红军在乡干两省的逐渐壮大 也造成了办理清乡的何剑 掌握了全省的地方武装 使鲁迪平对他一记日深 而蒋介石很担心贵系进一步强大 造成伟大不掉之势 很想在贵系拉得很长的战线中间 打进一个蝎子 他看中的又是湖南 鲁迪平是谭严凯的老部下 虽由贵系的武汉政治分会任命 但蒋介石正好可通过谭严凯 拉拢鲁迪平为己所用 大力补充鲁的部队军火装备 意图将受贵系控制的梁广 与他们刚打下的华北地区分割开来 贵系李白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急需在湖南找到一个 能跟贵系站在一起的人 来取代鲁迪平 这下子就看中了和贵 本内容由静雅思听网站制作出品 和贵的第三十五军 此时已被整编成了第六师 奉命准备开往湘干边境 开始参加对红军的会教 他借故北上在武汉拜见了李宗仁 又到北京拜见了白重喜 狠狠地告了鲁迪平一状 之后 武汉政治分会在李白的授意之下 宣布免去鲁迪平本兼各职 改组湖南省政府 指定和解为省主席 鲁迪平毫无思想准备 只好仓促离乡 去了南京 结果原定会教相干边境的几支部队 也都各自撤退 打乱了老蒋的部署 老蒋大怒 但忌惮贵系势力强盛 只好承认继承事实 让和解暂待湖南省主席 接着老蒋发动了岛贵战争 甚至将老对头唐生智都请出来 帮着瓦解贵系 唐生智用老蒋给的光阳 和自己的微信 收回了旧部第八军 第三十六军的指挥权 就任第五陆军总指挥 接着 参加老蒋与冯玉祥 严西山之间的大战 而贵系原来 为了稳定后方选中的和剑 此时 也毫不犹豫地 投向了老蒋的阵营 他派人面见老蒋 投书表示忠诚 表示愿为讨贵出力 老蒋当然求之不得 又给钱又给枪 还任命和剑为讨逆第四军军长 和剑将在湖南的贵系部队 通通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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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和剑知道,贵戏是为了找老蒋报仇,自己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就想放贵戏过境,保住自己的地盘拉倒。 老蒋哪会让和剑的小算盘得逞? 忙调到广东、湖北两个方向的部队大举入乡,将贵军堵截在湖南境内。 和剑怕老蒋打贵西之后,追究自己的纵敌之罪,只好拉开阵势,与贵张联军真干起来。 李宗人和张发奎一度攻下长沙,出湘北,禁破武汉,但终在老蒋的中央军、粤军、湘军的几路夹击之下,败退回广西。 湖南再遭兵祸之后,和剑已完全地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由于贪婪和攻击的本性,人类不可避免地总会发动战争。 然而,使间道理往往出乎意料,战争的结果不仅仅是毁灭,还有毁灭之后的浴火重生。 战争的果实向我们揭开的事实是,我们四周习以为常的现代文明产物,多半的发明初衷是为了打仗的。 听完这个系列,我们也许会更明白,什么叫做福兮祸之所福,祸兮福之所以。 静雅思听,让智慧也动听。 民国旧事,乡人至乡,知和剑,相。 作者 柳树平 何剑从鲁迪平成前当省主席的阶段,就负责清乡,后来,当上省主席之后,对清乡更是不遗余力。 他杀赤化分子是极有名的。 比如说,在平江龙门地区,原有六七万人口,清乡时,却只准发放三千个良民证,每证需交大洋三十元。 而没有良民证的,则被视为暴徒,可随便杀害。 屠杀开始后,先将村庄包围,通道封锁,进村,见人就杀,然后是抢劫,纵火,一次就杀死一千三百余人,造成震惊省内外的龙门惨案。 经合见这样的镇压之后,原来是农民运动发源地,后来又爆发过秋收起义的湖南。 居然,基本上没有了红军的立足之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分享不只是与人同乐,分享不只是感同身受,分享更是一种态度,它在表达着你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 分享静雅思听给朋友,分享有温度的声音,亮出你的态度。 合见1929年任乡干两省清角总司令时,负责对井冈山区的进攻,迫使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南下干南,乃创建中央苏区。 但其中,也曾有过一次彭德怀部红三军团,趁陶桂之战的混乱,突袭平江长沙,占领省会长沙,打十天之久。 不久,红衣军团曾再打长沙不下,乃转向东进,进入中央苏区。 此后,除了湘西自成系统,在湘西王陈旗珍的统治之下,还有少量红军的踪迹之外,湖南其他部分不见红旗踪影,成了全国所谓的模范省。 而临近的江西和湖北,却都有大片的红色根据地。 红军攻入长沙时,连何剑本人乘坐的汽车都被烧毁,使他后来只有滑杆可坐。 他为了报复,杀过几个著名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向景宇和杨开慧。 他杀人也不光针对赤化分子,对于刑事犯罪者亦毫不留情。 黄仁宇先生的《关系万千重》一书中,有很有趣的记载。 有一个房东将自己住房的一部分租于房客,这房客写匿名信威胁房东,令其交出大洋若干,限期送往某处交接。 房东初步移房客,还与其商议,征询对付的办法。 房客叫他不必报警,可以勒索者讨价还价。 房东怀疑了,于是报警,抓到房客证据,将其逮捕。 案经省政府粗略审案,迅速将案犯枪决。 理由是,此人读过书,又非饥寒所获,尽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所以不可饶恕。 相比谭严凯赵恒替时期,和建执法已基本不按法律条文。 而是如同封建时代那样,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断案,于是草菅人命成了屡见不鲜的现象。 何建真正管理湖南省的行政事务,应该是1930年后的事情。 那时,因为省内已没有敌对势力,他得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建设上。 约翰铁路的湖南段就是这个阶段完成的,还有香桂县也开始兴建,香前县在规划之中。 但工业基本上停留在20年代保留下来的水平。 南门外的发电厂和湘江河须的玉香沙厂都已经运转了近十年。 何建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应该属国货陈列馆。 顾名思义,它也还是以提倡国货为爱国之标榜的。 这个建筑在抗战中尽未烧毁。 楼顶是警报器,遇日军空袭时,警报立刻响彻长沙上空,使市民得以及时躲避炸弹的威胁。 国货陈列馆解放后,成了中山路百货公司,仍是长沙市民首选的购物地点。 其一排高大的圆形郎柱颇有西洋风格,可惜在八十年代被毫无历史观念的商店经营者拆掉改建了,变成了没有任何特色的现代水泥建筑。 河建也曾想重振湖南本省的军力,成立了省政府下属的航空署,聘请了飞行员,从国外构进了十架战斗机。 但飞机到货时,就被蒋介石扣下了六架,说四架已足够省内防务之用。 而到江西清角红军的战争接近尾声时,老蒋更进一步逼迫河建,交出全部湖南省的兵权。 河建不敢违抗,把湘军四个师和四架飞机都交了出去,从此,自己只当文职的湖南省主席。 到1937年抗战爆发,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当年蒋百里所预言的,湖南江城支撑抗击外敌的关键地区。 于是,命令合建交出湖南省的政权,调他到南京任内政部长,派自己信得过的张志忠当了湖南省主席。 然而,就在张志忠的任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长沙文西大火。 何建在离任省主席之前,断了最后一个案子,下令枪毙了一个妇女,理由是他竟然嫁给了日本商人为妾。 那日本人已经撤侨离去,他的中国小妾不但有通敌罪,而且贬入中华女性的民族气节,所以罪不可赦。 与此同时,何建却也向一地陕北的毛润之先生发出电报,称国难当头,今后当休其与共,义无反顾。 当然,并不提及杨开慧被杀士。 这些趣闻,黄仁宇先生都曾以亲历者身份详细记述。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厅。 蒋介石将何建调往南京任之后,逐步把乡军抽掉一空,几乎全部送上了抗日的前线。 就连负责地方治安的保安团队也不例外。 而且,乡军出乡抗日都是分别编入不同的部队,分割使用,不使其仍形成团队。 国难当头,有无乡不成军之欲的乡军,倒是都没有给家乡父老丢脸。 无论在哪个战场上,作战都极为英勇顽强。 特别是在松户之战中间,乡军损失惨重,即使没有全军覆没的部队,也继而被鞭散了,取消了番号。 老蒋这样做,自有他消灭一己统一政令的用心,但借外敌之刀杀自家兄弟,不能不令国人持冷。 国民时期,从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乡军,历经内战的磨难,终于消亡于抗日的战程上。 作为最后一个乡军统帅的何建,厌看着三乡子弟兵灰飞烟灭,心情一定是非常悲凉的吧。 何建在南京任内政部长后,随中央政府撤到陪都重庆,在1939年,差点因一个误会被老蒋杀掉。 那时,他的结发妻子黄氏在香港病逝,何建获悉后,想去香港为妻治丧,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告假一个月。 孔祥熙准假,可就在他准备登上飞机离开重庆的时候,戴笠亲自赶到机场,命令停飞,并登机检查何建有无讲解时的亲笔批准的假条。 何建拿出孔祥熙的假条,被戴笠拒绝,并将何建拉下飞机,当即软禁起来。 原来,此时因汪精卫叛国后,重庆有一些官员偷偷赴港,转投南京委政府。 老蒋令戴笠对要去香港的官员严加盘查,何建正是犯了这条忌讳。 后来,经孔祥熙出面澄清,老蒋才放了何建,但还是撤了他的内政部长,改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 之后,何建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乱说乱动,一直老老实实任这个闲差。 何建1949年迁居香港,1950年到台湾,又当上了总统府国策顾问,1956年并逝于台湾。 狂饮,长笑,弹悬,漫游,客药,软急作穷途之窟,王辉之幸尽而返,欺贤竹林狂饮。 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群人,纵情挥洒,快意江湖。 他们是伪尽民事,他们看重精神的自由。 这里面有太多令人感怀称绝的故事。 伪尽民事们的内心情怀,既有欢愉,也有忧伤。 绝版未尽,生命的欢愉,历史的诡决。 半根手指,一颗牙齿,几块碎骨头,你能用这些找到失踪的女人吗? 一探血迹,一块停止走动的手表,你能用它找到灭门惨案的凶手吗? 这不是好莱坏悬疑电影中的探案情节,而是著名华语侦探李昌宇真实的案情经历。 这个因辛普森市纪审判扬明美国的行政专家,用他的特殊的破案技术,带我们走进扑朔迷离的案情中。 记住,军响只有一个。 破解悬案,静雅思听,等你一起出发。 民国旧事,乡人至乡之唐生智,上 作者,柳树平 唐生智虽然有过湖南省省长的头衔,但他干的大事基本上都是领兵打仗。 名声成就于北伐,名声玷污于抗战中没守住南京。 城破后,大量军民遭日军屠杀。 将唐生智也列入智乡之乡人,好似没甚道理。 可一来,唐毕竟是民国时的湖南名人,既然有过省长头衔,勉强列入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 二来,我与此宫有过一丁点瓜葛,列出几位知名的老乡若丢了他,心里觉得不大怨点,所以就算上老汤一个。 说我与唐生智有瓜葛,其实有说大话之嫌,不过是我当年从农村回城,进的那家驱办集体制小工厂,用的地乃原属唐生智家的后花园。 花园成了我们的车间,生产工业用陶瓷,每天搞得烟尘冲天,周围居民叫苦不迭。 而我们车间旁边原来的唐生智公馆,当时还完整地保留着,只是里面住的大多是五行八座的下层市民。 倒是有一位孤寡老太婆,每日办一张竹椅到巷子里坐下晒太阳,据说是原来唐家的女佣,北方人,想必是唐生智从外省带回湖南的吧,谁与他搭枪他都一言不发。 不知是听不懂湖南话,还是不愿被追问那些陈年旧事。 今年初曾与朋友到巷子外的饭店吃过饭,身头进去一看,早已面目全非。 连我们的车间带唐家公馆都不见了踪影,变成了一栋水泥的居民楼了。 那条巷子叫做夏麻园林,在湘雅医学院的后面。 1894年,一个美国传教士出了一本书,来分析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名。 如今,世界已不同于哪个年代,但通过此书你仍然会发现,一百多年来有一些东西变了,有一些东西却始终没变过。 这一切都印证在我们的身上,印证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 让我们聆听中国人的性格,看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也看如今的我们自己。 唐生智自梦霄,还有个佛号叫做法智,湖南东安人。 他与谭严凯、赵恒熙的事故相比,具有极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他可不搞什么一省自治,从来是以天下为敌人的。 这大概是与他的出身有关系吧。 唐生智的祖父十岁就丧了双亲,孤苦伶仃长大之后,投身曾国藩的乡军,以战功得卓升,最后当到广西提督,还曾得皇上恩赏穿黄马褂。 他的父亲文职武职都干过,当过县令和管代。 唐生智从小胆大感为,有侠义心,连贫血乌。 晚清办新军,各省都办了陆军小学,他入了湖南陆军小学。 宣统元年,即1909年,他考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前期,他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不然,若在武昌赶上那场热闹,想必以他的性格,必定投入革命军作战了。 革命使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停课了。 唐生智不甘寂寞,邀了几个同学一起要去上海参加革命。 学生们囊中羞涩,没有度费。 唐生智出主意,到保定的湖广会馆需要钱。 会馆不给钱,惹得小唐兴起。 驴胳膊卷袖子就要打人,说家乡人出钱,把你们养得又白又胖。 现在家乡的学生有事要用钱,你们敢不给,那要你胡管会馆何用? 会馆的人见惹不起这几位小爷,值得掏钱消灾,给了他们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钱。 唐生智与同伴在上海,没找到可心意的革命工作。 倒是闲逛时,据说见到公园门口,有华人鱼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怒之下,非进去不可。 结果,与把门的红头阿三大打出手,等人家吹响警笔才跑掉了。 这是对唐生智的刺激很大,觉得上海这地方养鬼子太欺负中国人,要革命,还是回老家湖南去。 他在湖南,又遇上交臣二都督被谭严凯的人杀害,更加不平。 见到湖南的同盟会要人,谭仁凤,被谭介绍到山东烟台都督李谢河那儿,当了一个连长。 唐生智初上任一点名,就发现,全年一百二十人中,竟有三十多个空额,另有四十余个患花柳定的,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小唐雷厉风行地整治这支连队,一面招收新兵补足原额,一面请医生为患病的士兵治病。 连队改变了面貌,可唐生智也得罪了长官,因为他把营长池控额的事直接报告到了李谢河那里,使得营长被撤职。 而营长池的控额,团长也是有份的,团长于是以唐生智不该越级告状为由,将他排挤出来。 小唐转了一大圈,革命无甚成果,心里实在是郁闷。 正好保定陆军军军官学校重新开学,就回到保定继续学业去了。 这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蒋百里,此蒋校长可非比蒋校长,这真正是一个军事战略专家。 蒋百里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言,说的就是,日本终将侵略中国,一旦终日开战,中国必先吃大亏。 北方和东南沿海均无险可守,只能退守平汉铁路一溪,凭借乡前边界的崇山峻岭,可保西南不失。 然后苦称待变,终有翻盘迎回来的可能。 这预言后来竟然完全运变。 蒋百里也是在日本学的军事,当然比蒋介石要早一些。 两位蒋校长的战略眼光可真是天壤之别。 试想,蒋介石校长若也有蒋百里校长的战略眼光,怎会在松弩之战几乎拼光自己的老本? 应该主动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全实力,再做持久战的准备吗? 孙子曰,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运而至战。 哈,扯远了,赶紧收回来。 此处提到蒋百里校长是因为唐生智竟敢扇了蒋校长两个大嘴巴。 事情完全是个恶作剧。 唐生智与同学们打赌,说自己敢打校长耳光。 众人当然不信,说你真敢打,我们大家出钱请你吃饭。 其实,唐生智早就侦查好了,蒋校长每晚十二点避到学生宿舍查铺,寻试完了,走到寝室外面的便桶前小便。 唐生智那天晚上,就趁蒋校长小便时,突然赤脚跑到他身边,挥手就是两戒耳光,一边喊道, 某某某,你敢穿跑老子的鞋子? 然后,再装作刚认出蒋校长,连忙鞠躬道歉,说实在对不起,把校长认成某某某了。 蒋百里真以为唐生智是认错了人,并没怪罪他,倒是同学们对此反应不易。 有人说,要向校方告小唐的状,小唐赶紧自首,找到蒋校长认错。 蒋百里却觉得,这学生如此胆大,倒很难得。 小唐见校长如此大度,更加后悔自己的荒唐。 从此,竟蒋百里如同父兄,而蒋百里也就特别关照他。 这位蒋百里校长,此后不久,居然当着全校师生拔枪自杀,造成当时一大社会新闻。 只因为北洋政府不愿按照他的要求拨出必要款项,认真办好保定军项,使他寒了心。 觉得在中国无法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以具外扣。 晚幸的是,子弹穿胸而过,蒋百里命不该绝。 他后来在日本女护士佐藤的精心看护下,获得重生,并娶佐藤为妻。 若干年后,蒋百里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 可惜在抗日艰难的日子里,未及感到遵义新校旨赴任,就因心脏病猝死于衣衫。 说起这位蒋校长,倒真该有一篇专文记述,其人其事呢? 话扯远了,还是回头先说唐生志。 唐生志他们临毕业时,军校要挑选一批优秀生推荐到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模范团举。 这却不对小唐的心思,因为他不想当援手的摆设,而是要重整河山,实现自己的大志。 他琢磨着,要想出一个办法,躲过这个美差。 他听说模范团要的人,不光要军事成绩优秀,还得操行分数高才行。 就在这上头打主意,故意找一个同学寻衅吵架,结果闹到队长那里去,唐生志又捎带将队长骂了一顿。 这一来,不但模范团没他份儿了,连北洋六镇,也就是袁世凯的六个嫡系师,全都去不了了。 唐生志就这样如愿以偿的回了湖南老家。 到赵恒熙在湖南搞肃承治县的时候,唐生志已经在乡军里当到了团长。 唐生志此时是真心拥护省县的,尽力为赵恒熙维持选举秩序,所以也特别得赵恒熙的赏识。 到1920年,谭严凯、赵恒熙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唐生志已经提升为旅长了。 谭严凯派人来做他的工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打动他,可唐生志有他自己的看法。 孙中山三民主义虽好,但孙只知联合此军阀打击彼军阀,虽有时略能得逞,但自己手中无一兵一足,到头来还不是被人所卖。 他觉得,还是追随赵恒熙搞联省自治,对中国的长远更有一些好处。 与此同时,赵恒熙也派人来说服他,要坚决地站在自己一边。 来人很会说话,故意以反话击他,说唐生志,你应该助谭导赵,因为你助谭成功,论功行赏时,可吻获第八。 唐生志听完问,我要是助赵驱谭成功了的话,论功弟弟呢? 那人说,除了赵恒熙的亲信叶开心,你得算第二,可你们打不过谭彦凯呀。 唐生志一瞪眼,你怎么知道我们打不赢?打跑了谭彦凯,我的功劳肯定第一。 乡军中的保定军校生都是我的故旧,现在起码都做到了营团一级,我一声喊,谁不听我的? 于是唐生志真的挺身而出,站到了护县军一边,并且屡胜谭彦凯的北伐讨贼军。 当谭回诗广东打陈炯,就孙中山的驾驶,唐生志一直追击到了湖南边界,才止步。 唐生志的老家东安县,属于现在的永州市管辖,这里就称林林,本来就地处湘南,此时他占领了自己的丧子之地,便认真的经营起来。 我写赵恒熙那一段时说过,谭赵之战后,正赶上湖南连续两年大灾,大批灾民流离失所。 赵恒熙反为了重新扩充军队,不努力救灾,以掺康的保州应付灾民。 可在唐生志管辖下的湘南,却不是这番景象。 他搞起了以攻待阵,组织灾民修筑公路干线,发放工资,使灾民得以安全度灾,使救灾和改善交通两全其美,得到湘南人民的交口承赞。 他又严格地整顿所属军队,拿出当时在山东整吃空俄的营长的尽头,把一支湘军第四师弄得像模像样。 因为湘南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少有的有色金属不敌矿,水口山千辛矿,所以唐生志不愁军响来源。 很快他的第四师就成了湘军中实力首屈一指的部队,有三万多人抢。 唐生志势力大了,思想上却有了新的苦闷,他觉得,这样拥兵自重当一方的土皇帝并不是自己从军的初衷,他还要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才能心安。 此时,南方的孙中山对于如何实现北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有了新的思考。 他改变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的老路子,在中共的参与下,于1924年召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建立黄埔军校,开始培养自己的革命武力。 这些事情都不断地传到锦铃广东的唐生志部队中来,使唐生志既感到新奇,也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 唐生志将自己的亲弟弟、唐生明等人送到广州去入了黄埔军校,目的就是为了能进一步得到来自于孙中山阵营的信息。 十六堂生死课 你相信世间有前世今生吗?你相信人有超意识吗? 十六堂生死启蒙课通过凡人之口,让我们聆听哲学大师穿越时空的智慧之音。 关于生与死,爱与希望,信心与善意,得行与罪迁的生命哲学, 凌悦前世今生,为现代人注入一红清丽之水。 疯狂的希特勒,残忍的纳粹党,被解放的柏林,这是二战中的德国,这又不是二战中的德国。 因为太多的事,少了德国人解释,太多的审判,少了德国人认同。 难道战争只能是生意者的赞歌吗? 听德国老百姓讲述二战的真实故事,和静雅思厅一起寻访二战德国兵。 我们等你来。 民国旧事,乡人至乡之唐生至下 作者 柳树平 除了刺探孙中山阵营的信息,老唐还接受了佛家的教义, 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甚至共产党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是一回事。 于是宣称,党化佛化二位一体,为心为物两极相通,以为从此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精神支柱。 有意思的是,老唐竟然推抵击人,动员了一大批自己的部署归一佛门,甚至让手下的所有士兵都佩戴上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章。 连阳兵时都吹想法罗,口呼佛号,使他的乡军第四师成了有名的佛军,与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颇有一曲同工之妙。 其实,赵恒熙也是读信佛教的,而且他信佛的资格比唐生志要老得多。 那还是在唐阳凯都相识,因宣布湖南独立得罪了袁世凯,被捉到北京问罪时就皈依我活的。 但不管唐生志是不是与自己有同样的信仰,赵恒熙此时对他遗迹是越来越强了。 原因就一个,唐生志的部队太强了,强到其他乡军三个师加起来都递不上他的第四师。 当然,唐生志也越来越不听赵恒熙的指挥,他对老赵的所作所为难以容忍,已经有了取赵自带的想法。 用耳聆听,用心关注,静雅思听官方微博,陪伴你,温暖你。 唐赵终终于谈牌了,是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6年春季,唐部从衡阳出发,向长沙逼近。 赵恒熙知道,无法与唐生志抗衡,仓皇逃离长沙。 唐生志占领了省会长沙,但一时尚未决定是否应该站在广州的北伐阵营一边。 他的恩师蒋白礼校长,还代表吴佩福来与他接洽过,希望他投向北京政府一方。 广州方面也派来了代表,是赫赫有名的贵系主将白崇喜。 白崇喜告诉唐生志,广州政府北伐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另外,白为了打消老唐的顾虑,承诺北伐军、谭阎凯的第二军和城前的第六军,都将取到江西北上,保证不进入湖南境内。 因为唐生志以前多次与谭成交过手,心中芥蒂,自是难免。 唐生志终于下了决心,李宋恩师蒋白礼离乡,正式宣布站到广州国民政府一边。 吴佩福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转而要解决不实向的湖南将驴子唐生志了。 他收买了赵恒熙的旧部,叶开心与唐生志开了战。 唐生志向广州紧急求援,叶挺的独立团开入湖南,于是北伐就此拉开了序幕。 唐生志部被编为北伐军第八军,老唐宣布废除了赵恒熙的湖南省宪法,自任湖南省临时省政府的省主席。 北伐一旦正式开打,老唐当然就已经无暇顾及湖南的行政治理,他成了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 很快打败了叶开心部,占领了湖南全境。 唐生志的第八军,虽加入北伐的资历最甜,但与号称铁军的张发奎第四军并肩作战,由湖南而湖北直至拿下华中重镇武汉,使这里成了国民政府新的革命根据地。 可这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明汉分裂,老蒋把首先攻向南京,但部署于他的嫡系的城前第六军,收拾了个干干净净。 唐生志的第八军,经两湖的血战后,已经扩充成了三个军,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共计六万余人。 此时是武汉政府最可靠的武力。 但很快,老唐的部队中,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 他的老部下,夏斗银、和剑,在后方发动了针对中共的政变。 唐生志此时是同情中功,他说,国父的三民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造成世界大同,反共产就是反革命。 他本是个对各种主义不甚寥寥的人,只有一份救免于水火的侠义心肠。 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辞,倒也一时制止了部队中因分裂造成的思想混乱,暂时维持住了北伐的士气。 他的部队已经打到了河南,因后方的分裂而军粮不济。 老唐这时想到的,居然还是要找负责农运的毛润芝先生,发急电,请毛为他组织运送军粮。 而毛润芝先生也真的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从岳阳起运了一批前方急需的粮食,救了唐生智的燃眉之急。 唐生智回使武汉后,周围的部下大多是主张分共的,他觉得越来越闹不清楚了。 唐生智原来就不懂国共两党到底有什么区别,只是认为自己北伐在前方浴血奋战,毛润芝他们全力以赴之前,实在很够朋友。 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令亲者痛,愁者快。 可不但是汪精卫、谭严凯、孙科等国民政府的中央要人要分共,连他手下的和剑之流也抗命不尊了。 老唐不得已,同意了汪精卫的分共方针,将一大批中共人物礼送出境。 其中有黄克诚、陶涛、陈庚、罗瑞卿等,还派人送了两根金条给毛润芝本人,让他赶快回湖南去。 武汉政府分共之后,唐生智仍坚持反蒋立场,发动东征要消灭蒋介石自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迫于压力,在上海通电下野,随后谭严凯赴南京,实现宁汉河流。 唐生智所部近战安徽,却陷入了北伐军自己阵营中不同派系的相互猜忌与吞并之中。 其实,那时唐生智是有可能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中共代表李达来找过他,动员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并希望他当起义军的总司令。 可唐生智犹豫之后拒绝了,他毕竟还没到幸福共产主义的地步。 之后,谭严凯、李宗仁、白重喜联合起来,发动了倒堂之战。 幸亏朱培德保持中立,网开一面放唐生智撤回了武汉。 此时,蒋介石又来争取唐生智与自己捐弃前贤,共同对抗贵系。 老唐不愿与蒋同流合污,宣布下野,亡命日本去了。 他的部队大部被贵系收编,成了李宗仁、白重喜对抗蒋介石的资本。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唐生智1928年,由日本回到上海,四季东山再起。 他虽然恨蒋介石,但更急预报贵系挖他墙角的一剑之丑。 所以,明知老蒋不可能真正成为朋友,此时也要暂时加以利用。 唐的乡军旧部跟着白重喜,驻扎在平津一带,已有私归故乡的强烈愿望。 老蒋于是答应向唐生智提供大量金钱,用来收买乡军旧部官兵。 老蒋还答应唐,一旦瓦解了贵系,让他出任第五陆军总指挥。 唐生智申携150万元巨款,北上天津、唐山接收部队。 白重喜见部下人心浮动,躲到开平,十几天寝食难安,不断与各方电报往返打探消息。 白重喜原计划徽师南下攻取南京,彻底解决掉老蒋,建立贵系的一统天下。 可此时,他已指挥不动唐生智的旧部,撑了一段时间后,灰溜溜地只身从唐沽乘日本轮船去了香港,转道回到广西。 事情可真巧,白重喜乘坐离开唐姑的日轮,竟正是唐生智乘坐前来的同一条船。 他俩一个走一个来,擦肩而过,却为碰面。 唐生智抵达唐山,以打倒贵系返回湖南为口号,洒出大把银子,一举收回旧部的指挥权,就任第五陆军总指挥。 可这支乡军却并没能顺利地返回故乡,因为不久之后,蒋、讽、延大战就开始了。 第五陆军被调到河南,与冯玉祥的军队作战,唐军先错后胜,将冯军全部赶回了陕西。 但唐生智毕竟不会长久安于臣服老蒋,不久,他就与冯玉祥、延西山、韩复举等联合,准备共同返奖了。 可事到临头,首先是延西山变卦,不承认曾加入返奖联盟。 接着,在湖南的唐生智老部下和剑,也否认了自己曾答应老长官返奖,使局势瞬间逆转。 但唐生智仍准备进攻武汉,不甘心轻易认输。 在老蒋的策动下,原来站在唐生智一边的延西山,返成了讨逆军组司令,率各路人马围攻上来。 加上老蒋的嫡系,唐生智立刻吃不住劲了。 最后一击来自于杨虎城部。 杨部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是来向唐生智报仇的。 杨虎城夺取了唐军的后勤供应站驻马店,是唐军面临总崩溃的局面。 唐生智只得知身前头,将部队交给延西山改变。 老唐逃到国外,在新加坡住了不少日,他从此永远离开了自己经营的部队。 到1936年,唐生智又参加过梁广事变,与陈继唐一起,第三次返蒋。 世平后去南京任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受一级陆军上将险。 到抗战爆发后,上海失守,日军进逼首都南京。 蒋介石心里早已内定,要唐生智来守南京。 老蒋一生用兵有一个原本,他认为胜算大的仗,一定要由他的心腹嫡系来打。 而明知不可为之事,就让那些与他有过节的人去承担,可谓分得一清二楚。 他反复在唐生智面前讲, 你们都不来守南京,我就自己来守。 唐生智那脾气经不住击,终于说出, 你怎么能留下,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这当然正是老蒋需要的回答。 这个烂斗力于是扣在了唐生智的头上。 唐生智就任南京卫书司令长官, 其实他此时身患重病,是勉力为止的。 南京保卫战由1948年11月25日打到12月12日, 唐生智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才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 撤退发生混乱,有数万官兵未能渡江,后遭日寇屠杀。 当时笔者的父亲是教导总队贵永清部的下级军官, 幸而脱险,未做日寇的枪把子。 唐生智撤出南京后,回到故乡湖南东安休息。 不久,他的恩师蒋百里校长夫人陆大途中, 还曾到东安看望过他, 想必也有对他承受外界舆论压力略作慰问之意。 不想师生二人死一别,集成永绝。 后来唐生智在家乡,办过一所设施齐全的中学。 据说后来在法币贬值时, 湘南几县只用唐发行的票子。 可见他在当地还是有相当势力的。 当地还留有两营军队受他节制, 而两奖由省政府提供。 这些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长辈说的, 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抗战胜利后,唐生智不愿当国大代表, 并暗中与湖南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 1949年, 城前陈明仁在湖南已有异动迹象, 白虫喜部退守湖南, 知道唐生智倾向中共要密捕他。 老唐留下弟弟唐生明与城前陈明仁共商起义时, 自己抽身回东安避风。 可长沙城前陈明仁宣布起义后, 湘南仍在白虫喜的控制下, 唐生智在东安反而再次遇险, 他的老部下李品仙代表李宗人白虫喜来动员他南下广州, 遭老唐拒绝。 白虫喜明白, 老唐是打定主意要投供了, 于是派兵前来搜捕。 唐生智是在乡亲的掩护下, 藏在柴堆里躲过去的, 唐生智本人躲过去了, 他的妻子和六个儿女却被抓到桂林, 做了人质。 后来还是李品仙顾念旧情, 才将他们转送香港。 到1951年, 才回到大陆与老唐团聚。 之后, 唐生智当了解放后的湖南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 直到1970年, 因患肠癌, 病逝于长沙。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 因为你, 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你, 让阅读变得简单。 你, 让聆听变得美好。 你, 让世界变得精彩。 世界因你而美好, 精致阅读, 静雅思听。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民国旧事, 乡人至乡之城前, 上。 作者, 柳树平。 民国时主政湖南的四位湖南人谭严凯、 赵恒替、 唐生智、 和建之间, 有明显的前后提携善地的关系。 只有成前始终有理于这个系统之外。 他与上面所说的那几个人都有过交恶的历史, 又都有过合作的阶段, 却一直没能稳定地主宰过湖南的政局。 直至民国即将成为历史时, 他才得到了机会。 然而成前一旦当上了湖南省的省长, 就成了在这个职位上任职最久的湖南人。 他的境遇为什么与其他几位不同呢? 这与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城前不苟言笑, 不善交集, 看上去诚服很深。 但实际上, 他却是一个既固执, 又有几分天真的人。 他在真正该下狠手的时候, 往往会心软, 于是总是被对手抢到先机而被人所知。 可他的最后一击却成功了, 于是总算得了善终, 也算是命运给他的最后补偿吧。 静雅思听现已开通微信公众账号, 感兴趣的朋友请搜索账号 JustinV, 或到网站首页扫描二维码进行关注。 快来与我们私聊吧。 城前自宋云, 湖南李陵人。 他与辛亥革命, 谭延凯取代焦达峰任湖南都督后, 经黄兴介绍, 回湖南当军事厅长。 在谭延凯排除焦辰余部, 大肆裁撤乡军时, 他是反对的。 宋教人案发生后, 孙中山举起二次革命一席, 各省相继独立。 城前趁反援军心之际, 抓紧时间编练了三个步兵团 及一个炮团, 使乡军的兵力达到了两个师。 二次革命失败, 谭延凯取消了湖南的独立, 城前被迫辞去军事厅长职务。 后, 谭延凯仍不为袁世凯所原谅, 被押解到北京判罪。 此时, 城前也受到入主乡政的 汤湘明的通缉而逃亡。 1915年, 袁世凯称帝, 蔡厄在云南首举一旗, 发动护国战争。 1916年, 城前从昆明向滇军借了一个营, 进贵州入湘西, 沿途收边湘西南的地方武装, 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 兵力迅速扩充到三旅之中。 而当时的广西陆荣亭所部, 也进入湘西南, 与城部一起竞逼成杀。 汤湘明不得已宣布, 湖南独立脱离远大皇帝, 弄得老元毫不郁闷, 不久病死。 而谭燕凯却卷土重来, 第二次主政湖南, 他对非自己嫡系的城前心存猜忌, 在重建湘军时, 有意排挤城派, 将城前的部队裁撤一空, 而一心一意培植赵恒替, 让赵当上了湘军第一使使长, 城前再次黯然领香。 可没多久, 谭燕凯就又被段祺瑞给赶下了省昭宝座, 以自己的小舅子夫良佐代之。 接着, 段祺瑞费临时约法, 引起护法战争, 城前受孙中山委派回乡运动, 被拥护护法的乡军将领们, 推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 湖南护法军兵力担保, 与北军血战金月, 眼看支持不住, 此时广西陆荣亭的贵军上来增援了, 城前击退了北军占领长沙, 被各界攻退为湖南省长。 但他还没来得及宣布就职, 就被随后赶到的广西军否认, 说省长未得中央明令, 不得自举, 其实表现出贵戏燃指乡政的强烈野心。 城前为了不与贵戏发生内讧, 为救省长职, 而是率军前往岳阳, 展开了对北军的猛攻。 北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 香贵联军抵挡不住, 而贵军又不愿与北军死兵损伤自己实力, 率先撤回广西, 扔下城前独立支撑。 城前聚首湘南, 总算未被北军消灭, 但也种下了与贵戏不合的种子。 北洋晚戏的张敬尧都相识, 贵戏欲重新入住湖南, 但因为与城前已经伤了感情, 就转而支持谭燕凯出来收拾香菊。 谭燕凯在赵恒蒂的拥戴下, 进入湖南00就任香军总司令。 可这时, 城前驻扎在称州, 也用的是香军总司令的头衔。 一时, 两个香军总司令并存, 自己的阵营里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 谭燕凯毕竟比城前更会玩拳术, 又恰恰有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把柄, 烙在他的手上。 晚戏欲联合城前打倒占领湖北的吴佩芙, 派了一个说客携秘姓来见臣, 却被抓住, 秘姓落在了谭派的手里。 一时香军中舆论汹汹, 说城前是通地有据。 城前自己并不知道此事由来, 但百口莫辩, 只得辞职出走, 部队全被赵恒替接受。 后来在赵恒替都乡期间, 虽没有城前本人的直接参与, 但隶属城派的军官们, 时而与赵联合, 时而受赵排挤, 甚至杀害。 到赵恒替制定临时省宪宪法时, 城派已经被清洗殆尽了。 城前离乡后, 与孙中山过从甚密。 1920年, 孙中山在广州令组民国政府, 任命城前为陆军部次长, 实际主持军务。 之后城前曾任桂林大本营陆军总长。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 城前与之栗战, 又随孙中山登上永封剑, 始终不离左右。 当时有文有居正, 无有城前之欲。 城前以孙中山委任的讨尼军总司令身份, 指挥全越讨伐陈炯明的战争, 重新肃清广州, 迎孙中山反越就任大元帅, 自己被任命为军政部长。 城前还在孙中山寿影下, 首创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 这是早于黄埔军校的革命军官培养基地。 只是在黄埔军校成立后, 城前才将其师生病入了黄埔, 又因为他只将精力放在军政部长的事务上, 没有将这个新兴的军校抓在自己手里。 才有了蒋介石当校长, 造成整个一支黄埔系, 进而控制全部国民革命军兵权的局面。 城前宫若有远见, 以军政部长之尊抓住军校不放, 恐怕民国后二十年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1925年, 孙中山适时于北京, 城前参加了东征之役, 巩固广东根据地。 北伐前, 城前率领的东征第三宋队, 正式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城任军长, 林博渠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城前此时, 对国共合作态度真诚, 第六军中下级军官, 共产党人几乎占三分之一。 静雅思听, 好声音不寂寞。 之后, 战据湘南的唐生智, 导向广州政府, 他的原湘军第四十, 被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因为谭严凯与城前以前都与唐生智打过仗, 为了誓唐疑心, 谭的第二军, 城的第六军都为参加进攻湖北的战事, 而是作为总预备队尾随前进, 后向江西方向进攻, 主攻南昌。 城前部攻下南昌后, 孙传芳大为震惊, 严令现实堕毁。 晚戏军队猛烈反扑, 城前被迫后撤, 但在南昌郊区遭到尾困, 城前的军部在河岗交错的地区被冲散, 城前身体太胖, 差点逃不出去, 是剪掉了胡须, 换上便衣, 驾着一辆牛车才多路逃生的。 后被白冲喜当面奚落, 说他好比曹操同官御马超, 隔须断旁而逃, 此役第六军损失过半, 南昌得而复失, 城前落了个贪攻冒进之名。 后来, 第六军经修整后, 城前担任江右军总指挥, 转攻南京, 就在城前部兵临南京城下, 即将发动总攻之势, 蒋介石发来命令, 说南京敌军兵力雄厚, 不可冒攻, 令城前待命。 后蒋的嫡系第一军到达后, 在惠攻南京。 城前明白, 老蒋是怕自己夺了头功, 要让第一军上来捡便宜, 于是不理睬这个命令, 回军猛攻, 三日即拿下了南京。 北伐军进入南京时, 孙传芳的溃军发生抢劫。 同时, 北伐军中贺药组部也焚烧了外国教堂和医院, 还有精灵大学的美国教授被杀, 英美停泊在下关的军舰开炮报复。 南京城中有2000余中国军民死于军舰炮火之下, 城前也没客气, 开炮缓击, 同时约束部署, 将参与抢劫的人就地枪决, 使局势稳定了下来。 就在南京局势出定时, 曾前面临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选择, 他接到了武汉国民政府给他的四级扣押蒋介石的命令, 因为蒋介石在攻下南昌后, 将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入南昌, 就提出国民政府迎签南昌而不迎签武汉, 其实是想独掌党政军大权。 老蒋还在南昌、九江、安庆连续制造多喜攻击左翼人士的事件, 使国民政府对其用心有了戒备之心。 武汉方面扣押蒋介石的秘令是谭严凯亲笔所写, 并交给林伯渠的。 林伯渠把秘令缝进衣服里, 赶往南京交给城前。 谭严凯是国民党中央常委, 他写密令侍奉中央之命, 但他的为人一贯是两面讨好的。 与此同时, 又向陈果夫透露了信息, 使蒋介石有了警觉。 蒋到南京时, 不肯下军舰, 而是把城前照到军舰上谈话。 这时林伯渠还没到南京, 城前还不知道有扣押蒋介石的密令, 同时他也不同意, 强敌未灭, 掀起内讧。 向蒋表示, 愿意居中调停与武汉方面的矛盾。 老蒋没上岸, 就坐军舰去了他的第一军控制的上海, 然后林伯渠才赶到南京, 将密令交给城前。 可是城前读完密令后, 当即烧掉, 并且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 他跑到武汉, 真的为蒋介石去做解释去了。 可蒋介石却早已将自己的亲信和印钦所部安排在南京各个关键要害地点, 将城前的部队控制在火力杀伤范围之内。 林伯渠与城前的部下努力说服他刺激执行武汉政府命令, 扣押老蒋, 但城前坚决不从, 认为蒋既为北伐军总司令, 就不能以下犯上自乱阵脚。 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元老, 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为对自己动手。 还向蒋介石本人查问过, 为什么何应青的部队要占领南京各要害地点? 老蒋说, 那是为了防备武汉方面, 绝不是对你乘颂攻不放心, 谁要害你就是害我, 我若害你乱箭传心。 老蒋还委任城前当南京卫属司令, 想进一步逝去他的疑心, 但此时城前从别人口中得知, 老蒋已经决心发动政变与武汉决裂了。 他竟又去了一趟武汉, 还要做最后的努力, 劝说双方避免分裂。 蒋介石出手了, 蒋不愿听自己命令与武汉反目的第二第六军逼出南京, 还收买了城前部下的不坚定分子, 几乎活捉了城前。 城前是趁小火轮逃离南京的, 老蒋的人得到了消息, 还派军舰追上来, 登船搜寻。 城前化妆藏在小火轮上, 信尾被搜出来, 才得以逃到武汉。 接着, 蒋介石就发动了412政变, 宁汉分裂局面形成。 城前的第六军落入老蒋的手中, 一部分缴歇遣散, 一部分编入了他的序列, 只有驻九江的军参谋长唐莽一部保存下来。 城宋公几乎再次落了个观感司令的下场。 这就是蒋介石对他奔走呼吁不要分裂的报答。 如果没有狗, 哥伦布对美洲的殖民不会那么成功。 如果没有狗, 瓦格纳的许多作品不会诞生。 如果没有狗, 美国的奴隶解放运动要推迟十几年。 因为一只狗, 南丁格尔开始了救死扶伤生涯。 因为一只狗, 一辈子对狗厌恶至极的拿破仑才死里逃生。 听完狗故事, 或许你也会赞同普鲁士佛里德里克大帝的一句话。 我见的人越多, 就越喜欢我的狗。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民国旧事, 乡人至乡之城前, 下。 作者, 柳树平。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 宁汉河流, 唐生之部, 近距安徽, 对正在与孙传芳作战的贵戏李宗仁白崇喜形成了威胁。 北伐军中的再次内斗, 移除即发。 城前的第六军成为贵戏争取的对象。 他虽然对贵戏没有好感, 但因过去与唐生智的借地, 暂时与贵戏联合, 对唐的部署进行了策反。 唐生智下野跑到日本去了, 城前又与白崇喜联合, 攻入湖南解决唐的旧部。 此时, 谭严凯给城前写过一封信, 劝他非要与贵戏过于亲密, 而对于乡军下手太狠。 信中用了一句湖南土话, 说家鸡打得团团转, 野鸡打得满天飞, 希望城前分清清书。 但城前的固执又表现出来了, 他根本不听谭严凯的劝告, 继续与贵戏站在一起。 其实唐生智的部队这时是受到蒋介石暗中收买, 才与贵戏为敌的, 其中以合剑为典型。 而城前被老蒋耍过, 对他恨之入骨, 相信贵戏也是坚决不与老蒋为伍的。 所以视贵戏为盟友, 他哪知道李宗仁白崇喜明里返蒋, 暗中却留了退路, 不像他这样死硬不转弯。 谭严凯提醒他的用意就在于此, 可城前死活停不进去。 蒋介石正好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 军政要人们纷纷借记送礼与老蒋拉关系, 别人劝城前也表示一下, 可以缓和与蒋的关系。 可城前硬邦邦地说, 蒋送结婚无耻, 别人送礼也是无耻, 我们送礼更是无耻之有。 老蒋对这么个死硬反对派, 岂能轻易饶过。 静雅思听悦尔系列光盘之 人生上半场 如果将生命的长度定为七十年上下, 三十岁前无疑属于人生的上半场, 上半场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下半场的人生走向, 青春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我们应该怎样活? 听人生上半场给你答案。 不久,蒋介石就重新出山了, 就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还让李宗仁当上了武汉政治峰会的主任, 顺手撤掉了成前的相干政务委员会主席一职, 算是先给点小小的颜色看。 接着, 成立第四集团军, 谭延凯推荐成前担任司令, 老蒋对成不满, 当然不同意。 他转念一想, 不如让李宗仁来干, 这样定能使成前与李宗仁之间发声局语, 他可以做官两个自己的对头二虎相争了。 果然不出老蒋所料, 成前自认为, 威望远在李宗仁之上, 凭什么要屈居贵席之下? 就在武汉军政会议上, 立丝不就。 没想到李宗仁趁机发作, 拍桌子吼道, 你敢反抗中央不服从命令吗? 他把成前监禁起来, 免去了他的本兼各职, 而成的第六军则群龙无首, 退往江西, 落入将军的围困, 被消灭殆尽。 成送公虽保住了性命, 但手上的那点武力已经彻底丧失了。 成前丧失兵权后, 在上海窝居了七年, 直到1935年, 才出山当了参谋总长。 1936年, 梁广事变, 陈继棠与李宗仁联手返蒋, 成前亲抚梁广调停, 化解了矛盾。 他之所以愿意为老蒋出面, 实在是因为日抠逼迫日震, 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之间在互相削弱力量了。 抗战爆发后, 成前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在平汉一带与日军作战。 1938年, 他配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组织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顿错了日寇凶艳。 可不久后, 成前奉蒋介石之命, 干了一件遗害万千百姓的事, 绝花园口黄河大地。 自此数年间, 华北极省人民深受黄患之苦, 而日军却并未被滔滔的黄水组织多久, 就濒临武汉了。 之后, 成前历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员主任, 副总参谋长, 代理总参谋长, 直至日本投降。 他陪同蒋介石乘敞风汽车, 出现在重庆街头, 与军民重庆抗战胜利。 其实并不是蒋介石真正原谅了成前当年与自己作对, 是抗战的大形势维持了蒋介石一个国家, 一个军队, 一个领袖的局面。 成前不得不在国家民族威王之际奉蒋为元首, 而老蒋也需要成这样的国民党元老, 装点团结对外的门面。 说到底, 这也算是一种统战吧。 1946年内战爆发, 成前就任军事委员会武汉行员主任, 辖第六、第七绥靖区, 但他其实没有一兵一卒真正归属于自己, 所辖部队全是陈诚的底绩, 他不过是个摆设, 根本指挥不动。 1948年, 蒋介石行线国大, 为了抵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压力, 力劝成前参选副总统, 后又在几个候选人票数相当的情况下, 逼成前退出竞选, 将名下选票让与孙科。 这时, 成送公的匠脾气发作了, 偏不听老蒋的指挥, 凡与自己的政坛宿敌李宗仁合作, 助理竞选副总统成功, 让老蒋十分恼火。 老蒋面对实力强大的跪迹, 不得不承认继承事实, 可他觉得李宗仁、 白崇喜两个人, 绝不能同时待在南京, 必须调开一个。 于是, 老蒋将白崇喜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拉下来, 派他去当华中剿总司令, 住在武汉。 这下子, 白崇喜来武汉, 成前这个武汉行员主任就得另外安排了。 老蒋任命成前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既将了他的职, 又让他与贵系继续发生摩擦。 成前此时破为失意, 手上一无地盘, 二无军队, 三缺钱财, 四无派系, 几十年换海沉浮, 最后还是落得个任人摆布的结果。 但是能够回到老家湖南, 当上当年苦征都到不了手的省主席, 对他毕竟是一个难以抵制的诱惑。 他走马上任了, 随行的官员们虽大多是湖南人, 但其实通通是老蒋的黄埔底细。 成前一到长沙, 就在各界欢迎他的大会上大发反共论教, 说, 我成颂云今年六十有期了, 但是我绝不惜任何牺牲, 要与贡匪拼命。 我既回来担任省主席, 头一个月贡军不会来, 第二个月就不怕他来了, 第三个月以后就只怕他不来, 来一个杀一个, 一起丢到湘江河里去。 这些话到底是不是像他以后说的, 是讲给蒋介石听的, 恐怕也不那么单纯。 他那时还在官网行事, 为自己寻找一条最佳的退路, 应该是符合真实情况的。 可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中共方面已经在43名战犯的名单上, 毫不客气地将城前的大名列入其中了。 我的MP3我做主, 静雅思汀, 朱斯汀。 到1948年底, 城前实际上已经与中共湖南地下党有了接触, 得到了承诺, 只要脱离蒋正权站到这边来, 不但不会算老张, 而且还会受到相应的领域。 城前的心火动了。 可这时, 长沙绥靖公署的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嫡系黄杰之手, 城前想有所动作, 随时有可能泄露机密。 城前想出一个办法, 设法说服白冲洗, 将陈明人调回湖南。 陈明人是城前的李陵小同乡, 但他出身于皇府第一期, 是不折不扣的老蒋弟弟。 陈明人在东北与林彪血战四平, 是出了大名的。 四十多天的坚强防守, 再加上十九昼夜的巷战拼杀, 硬是迫使林彪撤出了四平。 四平战后, 陈明人成了党国英雄, 老蒋受他青天白日勋章一美。 按说, 以陈明人与林彪拼死作战的历史, 谁也不会相信他对老蒋有二心。 可实际上其中另有蹊跷。 陈明人首四平时, 林彪所部已攻破外围城防。 情况最紧急时, 陈明人将美国援助的面粉和大米 都累上去当了攻势使用, 还想出一个绝招。 在巷战中, 把黄豆撒在冰冻的马路上, 使解放军冲锋时滑到无数。 正是这些办法, 才勉强保住了四平。 可战后, 随陈诚到四平视察的美军顾问, 见到整包的美国援助的大米白面 当作攻势使用, 立即向陈诚提出抗议, 要求承办肇事者。 老蒋惹不起美国盟友, 免掉了陈明人的指挥权, 让他当了个总统府中将参军的闲拆。 陈明人立了功, 反备夺了兵权, 一度心灰意冷, 想撑并不出了。 后来是白冲喜想挖老蒋嫡妻的墙角, 提出, 调陈明人到武汉当自己的副手, 而老蒋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亲信 到武汉去监视贵系动静。 两方一派即合, 陈明人到武汉上任了。 此时, 成前在湖南搞和平运动的风声传到南京, 蒋介石和白冲喜都对成前不放心, 想有个靠得住的人到湖南去看住他。 下方成前活动陈明人吊箱, 几方面的力量综合到一块, 陈明人锁步调访湖南, 速成定局。 陈明人回到湖南后, 很快与成前达成了默契, 加上中共地下党加紧做工作, 打消成臣二人对起义后能不能得到中共原谅的顾虑。 王润之先生对成前发过专电, 告诉他, 只要反讲反规, 具体事宜可相机处理, 必方均可谅解。 而陈明人也接到了由张世昭传的话, 说四平之战是各为其主, 只要站过来, 还将受到重用。 1949年8月, 湖南和平起义成功, 城前陈明人领衔, 共37位国军将领联名通电, 宣布脱离将政权。 解放军进城时, 陈明人的第一兵团仍全副武装, 所谓的长沙各要害地点。 据说, 他们仍头戴青天白日冒灰, 新发的凶章上写的是, 中国国民党任命解放军。 这是表示, 他们只是反讲, 而不是叛党。 当然, 后来陈明人部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 这些为了一时面子的虚文就已不复存在了。 承前此后, 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 湖南省省长, 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 副委员长等职。 他的湖南省省长一直当到1968年, 虽在文革动乱中, 此职仍有他担任。 若从1948年他回乡担任省主席算起, 他一连当了20年省党, 恐怕这个记录是无人能够打破的了。 当然, 他这个省长并无多少实权, 是不言而喻的。 承送公在1959年卢沙会议后, 还曾为周小舟教区, 说, 好人哀整, 真理何存。 可见他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相处是不错的, 若不是承送公这个身份, 他那个脾气, 怕也是躲不过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冲击的。 八十年代初, 我们拍电视剧曾借用城前遗留下来的寓所做场景。 那座小楼坐落在湖南省委大院内的一角, 上下两层结构比较复杂, 有院墙围绕, 那时已经完全空置, 网不尘封, 只能让人想象主人当年如何度过寂寞的晚年。 承送公1968年并逝于北京。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民国旧事, 乡人至乡, 之谭言凯, 上。 作者, 柳树平。 电视剧《走向共和》, 在央视播的热闹非凡, 勾起了我的许多联想。 看到维新的革命的宝皇的死掐活掐, 就为了到底是还要不要供这个皇上, 费多大劲, 死多少人。 总算走向共和了, 可然后呢? 都知道, 然后就该军阀混战了。 混战倒把中国那点原本就很可怜的国力消耗殆尽, 直到把日本鬼子给招进来, 差点亡了咱中国。 现在, 咱就以湖南一个省来做例子, 说说这走向共和, 建立民国之后的事。 相见绿店, 七个普通游客, 大雪封山, 明暗, 接连发声。 厨房门口的死事, 房间角落的机器, 清晨咚咚的响动, 女孩刺耳的脚声。 神秘来客, 试图揭穿真相, 迷雾重重, 似有障碍阻隔。 至于是推力大师, 一般性太郎奇幻之作, 暴风雪中的死神, 让你寒冷一下。 下一个死去的会是谁? 话说新亥年武昌首义, 新军造反, 为首的是孙武、 蒋义武二位。 可他们为了能够牢固控制新军, 硬拉出一个黎元洪当了首领。 那黎元洪可是被枪顶着脑门, 硬架到革命领袖位子上的。 在这之后, 袁世凯的军队南下镇压, 跟革命军打了个平手。 隔着长江对峙的时候, 接着出了什么事? 接着就是长沙二义呀! 不要笑, 史书上真是这么叫的, 有首亿就该有二亿。 说的就是湖南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 也造起反来了。 其实, 当时湖北和湖南是同时发动的, 约好了哪边条件先成熟, 哪边就先干起来, 而且第二家必须十天内响应。 结果武昌先动手, 于是辛亥革命就此算在湖北帐上了。 湖南这边的革命首领也是两个人, 一个叫焦达峰, 一个叫陈作新, 也是在新军里头发动, 率领新军第49协, 登高一呼, 就把巡抚衙门给占了。 把当官的杀的杀掉, 撵的撵走, 自己宣布就任湖南政府军都督, 就算成了事。 可湖南还有一股很强的势力, 就是所谓立宪派, 头头的名字叫谭颜凯, 这人可不是等闲之辈。 谭颜凯自祖安, 号卫三, 湖南查灵人士, 他的爸爸叫谭忠林, 以汉林出身, 当过闽浙总督和梁广总督。 谭颜凯在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客举考试中, 本来是要点状元的, 因为他不但文章好, 而且一笔字也写得极漂亮。 可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点他名字的时候, 看到谭颜凯是湖南人, 又姓谭, 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叫他不高兴的谭四童, 就改点了另外一位字也写得好的刘春林。 刘先生的字似乎还不怎么能和谭比, 这也许是后来谭颜凯官当大了, 影响评价公正性的原因吧。 谭颜凯就这样被将级点了会员, 那年他二十四岁, 就近时基地, 像他爸爸一样也受汉林院编休。 他在慈禧亲自主持的丁卫新政中, 是积极的立宪派, 当上了湖南的资议局议长。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 他在湖南投入了保禄运动, 与四川遥相呼应。 在保禄失败后, 谭对清廷十分失望, 才有了革命的想法。 但当时各省的立宪派, 都是与革命党政治主张明显不同的。 他们主张文明革命, 换旗换印而已。 说白了, 不想让你腿子主事, 要革命也该是世家大族做主, 换主子, 不换尊卑秩序。 可无奈焦达锋, 陈作新掌握了新军的武力, 谭严凯只有一帮穿长袍的跟着他起哄, 所以一革命, 都督先让焦达锋给当了, 谭严凯心里当然很别扭。 焦达锋却根本没顾得上照顾谭严凯的情绪, 他忙着实践前约, 组织军力支援湖北前线。 谭严凯也没闲着, 召开他的资议局, 要成立军政、民政机构, 要搞省宪法, 其实是为了限制都督权力, 与焦臣争权才是本意。 事儿也凑巧, 后从绍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五师邪, 第二营管带眉心, 向焦达锋要求升官悖剧, 心中怀恨, 转而投到谭严凯门下, 谭自然是求之不得, 与之密谋去焦之计。 焦臣浑然不觉, 继继继续将忠于自己的新军第四十九邪主力, 悉数派往湖北, 使自己身边失去了自卫的武力。 事实上, 如果不是乡军及时援恶, 湖北的革命军是很难支撑下去。 当时, 袁世凯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汉口, 大炮的火力隔江控制着革命军占领的汉阳与武昌, 革命军中已经是军心摇动, 面临随时可能崩溃的局面。 而乡军的到来, 对于稳定军心, 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 同时, 对于袁世凯, 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威慑。 正是乡军的及时增援, 才使得袁不敢急攻武昌汉阳, 给革命军一方留下了生机, 继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有了等待全国响应, 促清廷倒台的可能。 可乡军挽救了辛亥革命, 却将湖南的革命功臣交臣二人, 置于险帝。 梅心正是利用了这个局势, 派出死党, 将焦达峰及陈作新一举杀掉的。 焦达峰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那个血腥的日子是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比武昌双十手艺仅仅二十一天。 焦达峰致死不明白, 敌人除了来自他切齿痛恨的亲王朝, 原来还有可能来自于自己所在的盈磊。 当梅心手下的士兵, 抬着一顶匆匆找来的破轿子, 趁着暮色, 跑到谭颜凯家里, 要抬他去都督府上任的时候, 谭颜凯因为不知道来的究竟是哪边的兵, 竟吓得嚎啕大哭, 死赖着不肯出门。 直到向老母妻儿痛哭辞别, 才被摁到轿子上, 抬到了都督府。 等他闹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当然, 立刻笑成了一朵花。 谭颜凯就此出掌湖南大权, 大伙儿瞧瞧, 他这出山时的情况, 与黎元红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谭颜凯可不像只有一腔热血的交达风, 他十分知道该怎样巩固自己这侥幸到手的权力。 他首先将鼓噪不平的新军第四十九协全部调集送上湖北前线, 一方面表示自己坚决革命, 另一方面使因娇臣遇难而仇恨自己的一级武力远离身边。 接着, 他把第五十协中的不满分子也编成新的编制, 全都送上了前线。 对于杀娇臣二人究竟是不是谭颜凯主谋, 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但从谭当上都督之后, 不但不承办眉心, 反而生他为邪统, 还讲了他五百元, 以可见蛛丝马迹。 谭颜凯虽然把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军都支走了, 但他还有另一块更严重的心病, 湖北的战事胜负未定, 这命到底是否算是革成功了, 还很难说呢。 他明白, 袁世凯才是中国当时最强大的武力拥有者, 匆忙拼凑起来的革命军不一定是原的对手, 于是在湖北两军僵持之际, 谭颜凯也没闲着, 他以湖南都督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 促使各省参加反清起义, 特别是广西巡抚沈炳坤, 他本来就是湖南人, 更是谭颜凯做工作的重点对象, 因为广西如果从南面出兵攻击湖南后炉的话, 大步兵力已抽掉原厄的湖南, 就有可能首先崩溃。 谭颜凯对广西又是发电报, 又是直接派人说服, 很快就争取到沈炳坤的宣布独立。 接着, 谭颜凯又以同乡之名, 劝说福建巡抚孙道仁起义, 最有意思的是, 他竟然写信威胁孙道仁, 说你要是不跟着我们与小皇上翻脸, 我们就在湖南把你家的房子充攻, 把你家的祖坟给刨了。 孙道仁没辙, 也通电独立了。 接着, 各地宣布独立的消息就此起彼伏, 纷纷不断了。 据说, 连云南蔡厄起义, 也与谭颜凯的督促有关。 瞧瞧, 爱心觉罗丢了天下, 真是跟喜欢折腾的湖南人, 关系不小呢。 而谭颜凯想多拉几个人撞声势, 即算造反不成上罚场, 也多几个赔榜的这种心理, 其实, 比革命党只知道拼掉自己脑袋的傻劲, 要管用多了。 之后, 就是辛亥革命成功, 民国建立。 谭颜凯开始了他第一次春风得意的都乡主政。 他一方面, 与黄兴、 宋教人这两个湖南老乡拉上了关系, 摇身一变, 当上了新成立的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支部长。 另一方面, 又通过同样是湖南老乡的熊西陵, 与袁世凯暗通困取, 又是通电拥护员就任首任民国大总统, 又是输赢百万元赴金, 解决原政府的财政困难。 于是, 袁世凯也投桃报李, 宣布正式任命谭颜凯为湖南都督。 谭颜凯那一阵子肯定是感觉最好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书法造诣不浅的人, 这时候更是不时刺人莫保, 抒发自己的愉快心情。 他还极喜欢骑马驰骋, 有宝居四匹, 两匹纯白的好大小白龙, 一匹黑的叫风云飞, 还有一匹四骑踏雪的叫做乌云盖雪。 这时候, 谭颜凯给自己刻了两方弦章, 一方上面刻的是, 身为男人, 不能乘船食道, 而喜参迈夸安。 另一方上刻的是马匹, 他给人写的字上都要盖上这两方隐章, 其得意之状难以掩饰。 可他身为一省之尊, 见识到底有限, 哪玩得过掌控中国全局的原大头啊? 谭颜凯本来就主张文明革命, 这会儿民国建立了, 他就真心实意的想要裁撤军队, 发展地方经济了。 他建立了省议会, 颁布了新刑法, 兴办了大量的民营及省办的实业, 修筑了第一条湖南的公路, 长沙至湘潭公路。 废除清朝的田赋制度,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还拿出经费, 大办教育, 选派公费留学生, 为湖南的建设培养人才。 谭颜凯还极力推行一风一俗的新风, 命令限期减掉清朝的发辩, 不许妇女继续缠足, 严禁种植稀释鸦片。 谭颜凯这一套开明政治, 搞了仅仅三年, 到1913年就风云突变了。 这一年, 袁世凯派人刺杀了一心一意, 搞议会民主的宋教人, 使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之决裂, 准备重新发动革命, 推翻袁的统治。 可要与袁世凯摊牌, 就得有足够的武力。 而湖南经谭颜凯的大裁军之后, 哪里还有足以与袁抗衡的军事力量? 幸亏时任湖南军事厅长的城前抓紧时间, 编练了三个步兵团, 及一个炮兵营。 加上原来剩下的唯一一个乡军第一师, 总共不到两个师的兵力。 谭颜凯觉得这点力量, 绝不能与袁世凯翻脸, 所以, 一直不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宣布湖南独立。 而周边的干、苏、懒, 米、月、川等省, 都已纷纷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下宣布反援独立了。 谭颜凯拖了半个月, 最后在大家的逼迫下, 才不得已悬挂出了桃园军的大旗, 可紧接着的, 就是江西江苏传来的桃园军失利的消息。 谭颜凯为了减小袁世凯对自己的误感, 努力设法削弱省内反援的声音, 寻找机会取消湖南的独立。 没多久, 黄兴在南京兵败出走, 湖南的反援派也不得不掩其息鼓。 谭颜凯连忙宣布取消独立, 并给徐世昌发去密电, 说, 湖南独立水到渠成, 颜凯不认其救, 取消独立瓜熟地落, 颜凯不拘其功。 一副颇为有趣的自解自辩的样子, 可袁世凯对谭颜凯首属两端的态度, 毕竟不能释怀, 还是命令汤湘明为湖南查办事, 率军进入长沙, 取谭颜凯而代之。 谭颜凯只好在黎元洪熊西陵的担保下入京带罪, 被元判了四年有期徒刑, 后经黎元洪求情, 才准其特赦。 林达言、刘于道, 沈群也来看美国。 民主好, 宪政庙, 荒唐事儿也不老少。 免费给你请翻译, 受伤务工政府包。 二十四元电话包, 低过移动全球通。 移民定居有良方, 看你多懂老美心。 法律底线不要破, 自由梦想随你飘。 一把鼻涕一把泪, 但愿他乡是故乡。 美国也荒唐, 美国也天堂。 改革开放到今天, 很多人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你怎么理解? 温饱问题解决只是第一步, 思维能力更重要。 国际民退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根本挑战。 如何理解中国奇迹? 中国发展迅速, 但国企改革法治建设依然落后。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 将用专业精神与良知把脉中国经济, 开启我们的理性思维。 静雅思听与您一起用智慧理解中国, 用思想认识经济。 敬请关注财经最新系列,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民国旧事 乡人至乡 指谭严凯 乡 作者 柳树平 后来, 谭严凯先后必居青岛和上海, 听到的都是汤香明 危害湖南的坏消息。 他知道自己三年都乡, 推行开明政治, 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全被汤香明这个袁世凯的爪牙摧毁殆尽, 真是欲哭无泪。 他只能苦苦地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 这一等就等了三年。 直到1915年, 蔡厄在云南竖起反原护国的大旗, 这时城前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个营的兵力, 取到贵州进入湘西, 沿途不断收边, 很快就拥有了三缕之重。 广西陆荣亭的护国第二军也进入湘南, 向北挺进。 在这样的局势下, 就连汤香明这样的袁世凯死党, 也不得不宣告湖南独立了。 这对于袁世凯可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 就在汤香明宣布湖南独立之后, 仅一个星期, 袁世凯就在忧愤与病痛交加中死去。 汤香明当了三年湖南都督, 杀了一万六千多人, 湖南人恨不能吃他的肉。 现在他虽然也算参与了岛员, 但仍得不到湖南人的原谅。 城前等徽军公汤, 躺兵败逃出湖南。 他严凯在新大总统黎元洪的任命下, 开始了第二次渡香。 他们是战场上的黑色幽灵, 他们是士兵们的恐怖传说。 他们在黑暗中抠动一次板击, 可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进退和生死。 他们如果不是被惨烈地虐杀, 就只能选择沉默地活着。 这是他们的荣誉, 也是他们的代价。 狙击手的传奇, 从来就不是阳光侠的封碑。 幸好, 塞浦埃勒伯格为我们留下了东险狙击手, 让我们走进那个沉默和坚韧的世界。 谭言凯有了第一次渡香因手中无兵失权的教训, 本该是要狠抓军事力量, 但他这时却又有了一个新的心腹之患, 那就是驱逐汤湘明功劳最大的城前。 谭利用北洋政府段祺瑞提出的裁军方案, 将城前派别的军力裁撤一空, 把失去兵权的城前, 暂时赶出了湖南的政治舞台。 可谭言凯没想到, 自己在北洋政府中的靠山, 黎元洪却很快被国务总理段祺瑞架空, 接着干脆被赶下了台。 段祺瑞决心武力统一全国, 要兵下两广, 引马诸江, 首先就要打通湖南的通道。 他下令免去谭言凯的湖南都军一职, 以自己的小舅子傅梁左代之。 潘言凯知道失去都军这个掌握兵权的职务, 仅仅一个空头省长是当不下去的, 于是灰溜溜的化妆逃往上海。 他这次从回乡主政到出走, 一共不到一年的时间。 段祺瑞一意孤行, 废除临时约法, 解散国会, 准备武力统一全国。 孙中山南下广州, 召集国会非常会议, 组织护法军政府, 就任大元帅。 城前受孙中山委派, 从广东潜入湖南, 召集救部, 当上了湖南护法军总司令。 湖南境内一场混战, 几经周折, 城前率部攻占长沙。 可北洋的直系与晚系, 这是联系首来。 曹坤、吴佩福、张静尧等几路大军杀奔湖南而来。 而护法军方面, 相贵越三省军队却不能协调一致。 在城前的乡军在岳阳一线死战时, 留守长沙的贵军却大肆劫掠一番后, 匆匆退回广西去了。 城前独立南枝, 退守湘南, 长沙被张静尧所占, 就任湖南都军, 开始了对湖南的另一轮荼毒。 张静尧当了湖南都军, 吴佩福是不服气的。 这就重新暴露出直完两席军阀间的矛盾。 另一边, 护法军的相贵两军间, 也因贵军未战先逃, 扔下城前不顾其死活, 相互交恶。 于是, 谭颜凯又得到了新的出头机会。 广西陆荣亭不愿湖南落到记恨自己的城前手中, 宁愿让未参与护法战争的谭颜凯出山。 吴佩福则为了打击张静尧, 暗中支持湘军与张作对, 也与谭颜凯拉上了关系。 于是, 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城前通敌事件。 一个从北京来的段祺瑞密使, 在湘南被抓住, 从他身上搜出了段祺瑞给城前的密信。 城前难以自辩, 只得出走, 将军队交给了谭派的赵恒替。 谭颜凯随之抵达湘南重镇称州, 就任湘军总司令, 不久, 直完两系矛盾, 进一步激化。 吴佩福张静尧先后退出湖南, 谭颜凯和赵恒替于1920年重新回到长沙, 开始了他的第三次都乡。 然而, 这次谭的都乡, 却是最短的一次。 原因, 首先是他对赵恒替承诺的, 让他当湖南都军的诺言没有兑现, 使赵心存记恨。 另外, 谭颜凯与孙中山统一全国的宗旨相悖, 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谭颜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推行连省自治, 而孙中山却极力要搞连省北伐, 统一全国。 这样一来, 冲突在所难免。 孙中山派往湖南的周振林, 策动对谭不满的赵恒替, 城前两派军人, 联合倒谈, 发动兵变。 谭颜凯之大事已去, 辞职离乡, 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 这之后, 谭颜凯虽再无都乡的机会, 却又有过一次, 与自己原来一手扶植起来的赵恒替兵容相见的战事, 史称谭赵之战。 原来, 赵恒替在当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以后, 全盘接过了谭颜凯的主张, 搞起了湖南自治。 又是立省宪法, 又是搞民选, 给自己长期主政湖南找合法依据, 于是成为了新的北伐拦路虎。 1921年, 孙中山统一了梁广, 在桂林设大本营, 准备出兵北伐。 赵恒替却以湖南自治为名, 派出省议会议员团, 赴桂林请约, 阻挠北伐军假到湖南, 迫使孙中山只能娶到江西。 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怒, 说这是一为阻我前进, 一为断我归入。 而这时窝居上海的谭颜凯, 又恰恰在推动推翻他的周振林的引荐之下, 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觐见了孙中山。 孙中山认为谭颜凯能够改过自新, 将他委为讨贼乡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 让他主持湖南一切军政事务。 其实, 赵恒替这个民选省长固然是胡乱汇选得来的, 但谭颜凯受孙中山委任, 更是视民意如无误, 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可不管怎么说, 这仗是又打起来了。 谭颜凯策动旧部与赵恒替作对, 宣布放弃自己曾极力主张的相省自治的政见, 服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北拔政策。 赵恒替则宣布成立湖南护县军与之对抗。 两方打打谈谈大约三个月, 各有胜负。 要不是广东孙中山那儿出了更大的事, 这仗还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去呢? 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 围困广州, 即令谭颜凯率讨贼军回援。 谭颜凯率部退出湖南, 杀奔广州, 救孙中山的家, 于是湖南才重新被赵恒替控制。 本内容由静雅思听网站制作出品。 谭颜凯的湖军结了广州之围, 后又参加东征北拔, 真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后编为北拔军第二军, 倒也算是谭颜凯走上了正途, 修成了正果呢? 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大元帅, 大本营秘书长。 凡是孙中山交办的重要文件, 谭都要亲自拟稿。 1924年, 国民党改组后, 谭立任中央执行委员, 他后来还当过蒋介石委任的国民政府主席, 后又当了行政院长。 其实, 谭颜凯能够被孙中山接受, 成了国民党的要人, 还得说是孙中山度量大, 能容人。 因为谭颜凯的父亲谭仲林, 当梁光总督时, 正赶上孙中山的兴中会组织第一次武装暴动, 实在1895年, 史称以卫广州之一。 此役的主要领导者名陆浩东, 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青天白日旗就是陆在以卫之役中首次使用的, 所以孙中山后来对此旗情有独钟, 定为党旗。 可陆浩东在以卫之役失败后, 就是被谭颜凯的老爹谭仲林给杀掉的, 这样说来, 谭仲与孙中山有世仇。 而孙中山在1921年后, 真诚地信任谭颜凯, 谭颜凯也忠诚地扶英三民主义, 致死为背叛, 也算是他们二人化敌为友, 成就一段佳话了。 谭颜凯写一笔很不错的掩体字, 又学过清代前锋的遍体, 他的书法连光绪的师父翁同和都亲口向他老爹谭仲林称赞过, 可见不是一般水平。 谭颜凯是但逢有人求字, 有求必应, 所以墨宝存世不少, 据说他写条符时并不用桌子, 只叫两位卫兵把纸悬空拉直, 平斩在他面前, 他就下笔了。 南京中山陵营门处那两行大字,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中山于此, 就出于谭颜凯之手。 谭颜凯还被当事人评价为柔富自用, 说的是他处事圆滑, 不轻易显露棱角。 人家说他酒居官场, 靠的就是一个混字, 而谭颜凯自己, 竟也公开承认这一点, 还说过混之用大乙灾, 于是在他死后, 上海某小报登出了一副对联, 混之用处大乙灾, 大吃大喝, 大摇大摆命大福大, 大到院长, 求的本能滚而已, 滚来滚去, 滚入滚出, 东滚西滚, 滚进棺材。 谭颜凯有个政客难得的优点, 不好色, 他与夫人感情极好, 当他第三次都乡时, 夫人死在上海, 被家人扶救, 回老家查灵安葬, 运送他夫人灵鹫的船只, 到达岳阳时, 下时他被赵横替逼走, 坐船出洞庭湖之时, 两船在洞庭湖入长江口的成名基乡运, 因风浪大, 无法相靠, 谭颜凯只得遥望夫人的灵鹫远去, 想必当时心中是无比悲凉的。 后来他竟然终身位在序曲, 官居致死, 有有道王诗句, 故人恩义重, 不忍再双飞。 他好吃, 而且依雅实为乐, 比如大白菜, 只吃当中的芯, 每天火方的从一筐白菜里, 销出芯来供给他。 还有鸭蛇, 也是他的喜欢之物, 他善饮, 爱喝绍兴花雕, 酒量极大。 他常说, 吃喝嫖赌, 人生四大嗜好, 嫖赌与我无缘, 吃喝在所不辞。 前面说过, 谭炎凯爱骑马, 可没想到, 正是这个嗜好送了他的命。 他是1930年, 年仅52岁时, 骑马不慎坠地, 引发脑溢血而死的。 谭炎凯也葬在南京紫金山, 他的墓碑, 当年由蒋介石亲自提写碑文, 可算是背极哀荣了。 解放后, 碑上的文字全部被磨平, 当时任陵园管理处处长高一林, 于是大叔, 铃蛊申松四字于碑上, 这铃蛊申松就是谭的墓碑了。 自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经济上的利用, 而在于它对我们心灵的呵护和滋养。 当自然风景消失, 我们的精神随之枯萎, 当科学主义横行, 我们的目光不再感恩。 一百多年前, 梭罗留给我们的瓦尔登湖, 其实只是在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商品时代的我们吃之以鼻的。 这个问题就是, 一个纯粹的人, 他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沙漠, 骆驼, 弯刀, 两河流域上空的明月, 圆了又缺, 缺了又缘。 阿拉伯人心中, 先知的神域始终营绕着 曾经的帝国荣耀。 随着一个叫铁木针的蒙古人, 马蹄升级, 波罗的海和波斯湾人的脑海中, 来自草原的恐怖记忆, 从此, 挥之不知。 听帝国绝集与莫鲁, 听阿拉伯, 蒙古, 拜占庭, 莫沃尔, 奥斯曼的千古绝唱。 静眼思听, 等你, 一起出发。 民国旧事, 乡人至乡之赵恒替, 上 作者 柳树平 赵恒替是继谭颜凯崛起, 而主政湖南的第二个湖南本省人。 他是湖南恒山人, 自延武。 小时候不会读书, 女英童子试不去, 再报考国子建生, 仍名落孙山, 于是心灰意滥, 发誓不再进科叉。 后来, 他考入湖南总督张之洞办的方言学堂就读, 悬备选宋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 赵恒替先学的是师范, 后因国事危急, 才改学陆军, 就读于日本镇武学校, 又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 同期同学中, 有唐济尧, 严西山, 成前, 李略军等人。 赵恒替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 并成为黄兴组织的铁血丈夫团的成员。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赵恒替光绪末年归国, 被当时的广西巡抚, 赵纳至广西兵备出工作。 辛亥革命前, 赵升任广西混成鞋协同。 革命爆发后, 广西继湖南宣布独立。 赵帅锁部, 黎贵京香入厄。 增援武昌起义军, 被黎元红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 南北议和后, 赵部开往南京, 备受陆军少将写。 等到赵恒替率部要返回广西时, 却因广西都督已换上新人。 不愿让他这个不是自己亲信的军官, 带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进入自己的地盘。 赵恒替部滞留湖南境内, 进退两难。 这个时候, 正值谭严凯, 将原来属于焦达峰陈作新的部队, 全部清理出乡的关头。 谭正愁自己身边没有贴心的军队, 于是, 一边是要补锅, 一边是找锅补, 就一拍即合了。 谭严凯向黄兴请准, 将赵恒替的一个旅留在了湖南。 从此, 成为了自己的御林军。 在谭严凯三次都乡的过程中, 赵恒替一直与之共进退。 首先是1913年, 宋教人案发生, 袁世凯真面目, 暴露无遗, 二次革命爆发。 谭严凯被革命党人逼迫, 不得已附和反原军, 宣布湖南独立后, 但反原一方, 很快树倒胡孙散, 弄得谭严凯又通电取消独立。 可老袁不依不饶, 非要追究谭严凯一个负逆之罪不可。 谭入京谢罪, 被判了个四年徒刑, 连带赵恒替也跟着吃了挂落。 同时判刑, 差点没丢了脑袋, 幸亏有黎元洪帮忙说行, 才被赦免。 到袁世凯称帝闹了个众叛亲离, 连他的亲信汤湘明都不得不宣布湖南独立的时候, 赵恒替才又在谭严凯的运动下, 重新出山, 相赞大计, 成了重建湘君的功臣。 这之后, 谭严凯出于私心, 排挤城前一派, 再次把湘君裁撤一空, 却唯独留下了赵恒替的湘君第一师, 可见, 只有这支军队才是老谭的铁杆禁卫军。 老谭好景不长, 二次都乡, 又被段祺瑞赶下了台, 弄得赵恒替好不孤单。 在段祺瑞要废除临时约法, 引起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时, 湘君中坚决反断护法的都是成前派的军人, 而赵恒替却称病不出, 暂时放弃了第一师的指挥权, 后来他虽然还是参加了护法战争, 却始终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 在惋惜的张静尧危害湖南的阶段里, 赵恒替仅仅能勉强保全自己实力, 不被完全消灭而已。 直到谭延凯利用北洋政府与分化相贵联盟的图谋, 再次出任湖南都军, 挤走了城前, 赵恒替才跟着重新伸直了腰杆。 张静尧退出了湖南, 谭延凯第三次都乡, 他却没有及时兑现答应赵恒替的承诺, 让他当乡军总司令。 这样一来, 谭赵之间就有了嫌隙, 埋下了他后来倒谭的伏笔。 老谭因为连省自治, 还是连省北伐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 给了城前与赵恒替联手倒谭的机会。 这时的赵恒替已经语意丰满, 不再需要依靠谭延凯这棵大树来乘凉了。 加上老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所以没有丝毫的犹豫, 哪怕在谭延凯宣布将乡军总司令让给自己, 也不罢休。 直到将他逼出了湖南, 彻底结束了谭延凯都乡的历史。 赵恒替这人似乎特别重视程序, 凡事不弄出点民意基础, 他是绝不硬干的。 可对他来说, 程序也好, 民意也好, 仍然全是为我所用。 跟所谓民主精神基本是不沾边的。 对这一点, 要举两个例子才好说明。 第一, 是他逼得谭延凯不得不将乡军总司令让他坐实, 他表示不愿私乡授授。 谭延凯只好召开在省会长沙的各军政要员, 各机关首脑, 甚至各报馆各公团联合会议, 公开让之于他。 赵恒替这才算接受了下来。 第二, 是他赶走了谭延凯之后, 又接着清洗在乡的城前派军人, 杀掉了城派大将李仲林。 按说, 这时在湖南已无人可与争锋, 他完全可以将乡军总司令, 湖南都军和湖南省长三职全收入囊中。 可他却不这样做。 一定要求一个名正言顺。 赵恒替先通过省议会, 选出林之宇为临时省长, 然后让林成立制宪筹备处, 要制定一部正式的省宪法, 交省议会一决。 赵恒替是真的对宪法有兴趣吗? 当然不是。 他是要通过一整套程序, 使自己最终披上合法的民选省长的外衣。 赵恒替为了做到这点, 真可谓不遗余力。 他声称, 自己是要继承谈功未尽之志, 要严请省内外学者起草省宪法草案, 再由各县县议会推举审查员审查, 再交全省人民直接公决通过生效。 要真的如此严格进行, 基本上可以说, 湖南将诞生一部无懈可击的地方宪法。 那样一来的话, 赵恒替能不能如愿以偿当上湖南的一把手呢? 不用说, 那是绝对没有把握的。 赵恒替就算真是个宪法迷, 他也不会办这样的傻事, 给自己找这样的麻烦吧。 那么, 请看他在具体操作中又是如何进行的吧。 1921年, 湖南各县恢复县议会, 然后进行改选省议员, 这一来, 原来的城前派, 谭言凯派的人都出来竞选了。 整个湖南政界为之沸腾。 另外, 一直强烈反对赵恒替包办制宪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 应看到制宪已成定局, 也改变策略。 发起全省学生组织选举监督团, 以争取最大限度的表达真实的民意, 维护选举的公正。 老赵他才不傻呢, 一看这样干不下去, 还能有自己的省长当吗? 他马上抛出了一个新说法, 速成制限。 说, 自治法经各位讨论甚事, 我系军人, 无多研究, 但因求诉之故, 不能不勉强一点。 各位的意见, 不能不着量牺牲。 他将自己制定的筹备自治法大纲, 直接交旧议会议决, 干脆取消了新省议员的选举, 让任期已满的旧议会来筹备省宪法的制定, 于是将月月遇事想进入省议会的成寒二派的人排除了不少。 果然, 这个旧省议会顺利地将赵恒替选成了新的临时省长, 他也立刻将湖南省宪法草案予以公布。 静雅思听, 好声音不寂寞。 虽说这部省宪法是速成的, 但里面的内容倒颇可观。 他规定了, 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 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 另外, 诸如保护人民生命及私有财产, 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 信仰, 迁徙等自由, 选举以备选举权, 请求救去灾难的权利应有尽有。 也有受教育, 纳税, 扶兵役等义务的规定, 并堂而皇之地宣称,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湖南省宪宪法草案的公布, 开了全国省自治制之先河, 是全国各省中最早公布的一部省宪宪法草案。 其意义应该说, 本来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代时走向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知道, 如果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 中国就走上了各省自治的道路的话, 本来, 中国是有机会实行 类似美国那样的联邦制政体的。 关于这个问题, 毛润之先生, 在一九二零年, 曾有一篇奇文问世, 名为湖南受中国之类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 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 其实正与赵恒替公布省宪时间相近, 可见那本是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社会思潮。 文中说, 小组织受诉于大组织, 适事要问过中央, 适事要听命别人, 制造成今日之恶结果。 假使湖南人早能自觉自治, 远切不严, 丁物以芳心之气, 居全国之先, 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治。 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 此之, 辛亥革命, 湖南首应, 乡人至乡, 行之二载, 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载之。 加以人民能自觉悟, 奋其创造建设之力, 三倍征服之惨祸不作, 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 我常思之, 重思之, 前此所以未能, 固有乡人无力, 一元机会未来。 现在呢, 机会来了, 机会实实在在的来了。 全中国无政府, 全中国大乱而特乱。 我料定, 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 以后, 中国当大分裂, 大糜烂, 五人更横行, 政治更腐败。 然而, 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 什么新现象呢? 就是由五人官僚的割据垄断, 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 各省人民因受五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 奋起而争自由。 从乡人自觉, 阅人自觉, 穿人自觉, 以至职人自觉, 奉人自觉, 这是必治之事。 如此者, 十年, 乃至二十年后, 再有一军仓头特起, 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这并不是谋逞年轻人一时的义气, 故作惊人之语, 实在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想法。 试想, 中国若果真先各省自治, 而后联合成一个国家, 哪还会有中央集权的市场? 何愁民主思想, 不渗透进方方面面而生根发芽, 最终成为中国人, 视为理所当然的新规矩呢? 可历史不是这样安排的, 中国人没有这个福气, 我们就仍然只能回过头来, 看看赵恒蒂的湖南省宪法草案, 遇到了怎样的障碍。 赵恒蒂之所以要制宪, 搞湖南自治, 说穿了, 是为了拉民意之大旗做虎皮, 不让外省军阀染指湖南, 以求自顾自保, 其实这个目的并不违反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 比较南北各省的军队杀过来杀过去, 徒有一个统一的名义, 实际上生命财产招不保息, 何如湖南人在自己这块土地上说了算数呢? 可问题是, 北边的段祺瑞和南边的孙中山都不喝这一壶, 所以老赵也只能适应咱中国人只认大一统的国情, 这是一点辙都没有的事情。 老赵夹在南北两边的武力之间, 好比是只封箱里的老鼠, 他为了对付来自于南北两边的压力, 想出的办法, 与他的恩师谭严凯在辛亥年间的招数, 喝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向全国各省发出了连省自治的号召, 他在通电中说, 乡省递出要冲, 谍遭变故, 今划分军民两政, 民选省长, 赶至省自治法, 以开先路而照出击。 狗省西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 狗省连节则举国有提切并进之道。 这个号召发出之后, 第一个响应的是四川的留乡, 接着云贵、梁广、福建、浙江、江西、 奉天、陕西等共14个省复殿响应, 可见当时这种联邦制的呼声是何等强烈。 老赵有这么多人呼应, 一时不禁飘飘然起来, 乃进一步派人游说各省, 特别是要把湖北拉进连省自治的圈子里来。 这时候, 在湖北主政的是山东人王湛元。 他用了很多的自己的老乡, 早就让湖北本省人为之侧目了。 湖北人学着湖南的样子, 也喊出了恶人治恶的口号, 并且来找老赵, 想叫他派兵北上, 帮着湖北驱逐王湛元。 湖北人为了说动赵恒替, 许诺了许多好处, 乡军出兵帮助湖北驱王之后, 可以在鄂南驻军两个师, 其军饷全由湖北方面提供, 乡军方面还可以掌握汉阳兵工厂, 使军火得到可靠的供应。 这个诱饵实在是太大, 老赵实难拒绝, 心想一旦是成, 不但可以将湖北拉入连省自治的范围, 使湖南从此与北洋军阀之间有了缓冲地带, 而且还顺带着将乡军的势力伸展出了省界, 还连军饷军火都由人家给包了, 这样的好事还不干, 岂不是天子第一号的大傻瓜? 可老赵弯腰捡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时, 却不知道下边掩盖着的, 是一个险恶的陷阱啊。 由于贪婪和攻击的温险, 人类不可避免地总会发动战争, 然而时间道理往往出乎意料, 战争的结果不仅仅是毁灭, 还有毁灭之后的浴火重生。 战争的果实向我们揭开的事实是, 我们四周习以为常的现代文明产物, 多半的发明初衷是为了打仗的。 听完这个系列, 我们也许会更明白, 什么叫做福兮祸之所福, 祸兮福之所以。 敬亚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民国旧事, 乡人至乡之赵横替, 下 作者柳树平 1921年夏天, 乡军适师出兵援厄, 打头阵的是收编的厄西民军六七百人, 取了名叫湖北自治军, 司令就是赫赫有名的夏斗银。 乡军方面, 原来是想搞个突然袭击, 可计划已经被王战元得知了, 也连忙调兵潜将, 派出的前敌总指挥名气更大, 孙传芳。 在面对乡军前进方向, 连射了三道防线, 双方剑拔弩张, 都做好了厮杀的准备。 赵恒替在这个时候, 仍不忘要跟湖南省议会报告一声, 正式发表了致省议会的咨文, 说, 相恶本为一家, 恶民请求拯救, 行辞迫切。 我省未崇民意, 雇全邻一起见, 乃召开军事会议, 决定原恶。 老赵的说辞不可谓不堂皇, 可细想想, 这里面哪还有一点各省自治的影子在? 乡人治乡, 恶人治恶, 本来都应该是各自省内的事情。 乡军武力插手恶事, 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军阀混战, 还谈什么连省自治。 赵恒蒂完全是因为一时的贪念, 而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 本来在法理上很能站得住脚的思路, 就这样被他自己推翻了。 敬仰慈听, 智慧声音 两军开打, 互有胜负, 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 四川的刘湘也来凑热闹, 从西边攻进了湖北。 刘湘是首先响应赵恒蒂 联省自治号召的, 当然是来帮着灭王战元的, 这下子王战元立马吃不住劲了, 于是转向北边求援, 北边是谁呢? 吴佩孚啊! 老吴的直系当时实力多大呀, 赵恒蒂跟刘湘捆一块, 也顶不住他一小手指头呀。 而且老吴不光是派兵来打, 还有更损的一招在后面呢。 他派了个名叫萧耀南的, 当元岳总司令, 而这个姓萧的就是个湖北人, 萧耀南到了武昌, 就去王战元而代之, 自己当上了湖北都军, 还是由北京政府任命, 这回真的恶人治恶了。 看你赵恒蒂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进攻湖北。 老赵不甘心眼看到手的果子让别人给摘了, 提出要我退出湖北可以, 得赵原来说好的, 让我的乡君在你们湖北筑两个师, 吃你们的, 喝你们的。 萧耀南后边又无佩服, 他能尿你这一壶, 说你做什么梦呢? 老老实实回湖南去趴着就拉倒, 不然叫你小子好看。 老赵这时候就是为了面子, 也得拼死一搏呀, 于是归军再战, 可他没想到这边与萧耀南还没见出分晓来呢, 吴佩服已经亲率海陆两军从长江入洞庭湖直逼岳阳, 抄了湖军的后路了。 老吴一攻下岳阳, 立刻北上, 乡军俯辈受敌, 马上军心大乱, 让直系军队缴械无数。 老赵至此, 以之势不可为, 连声告饶, 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 反倒使北洋系的孙传芳一个师驻扎在了岳阳, 让人家把湖南的北大门都给占。 他对这种情况说过, 此战不特自治主义, 为客发挥, 尽至丧尸之地。 从这之后, 别说连省自治了, 就是湖南一省的所谓乡人之乡, 也失去了切实实施的可能。 赵恒提原想以湖北为缓冲地带, 使北洋系统不致轻易燃指湖南, 却没想到偷积不成反十把米, 把北洋直接引进了自家大门, 只能试试养北洋的鼻息了。 这次湘厄之战, 赵恒提共花费了军费一百多万元, 士兵死伤两万多人。 湘北鄂南的人民遭受兵货荼毒, 更难以数量计。 而且, 人货总是连着天灾。 湖南连着两年遭受水旱灾害, 各县鸡民数百万流入长沙等大中城市。 赵恒提的心思, 全在如何整顿刚受到重创的湘军, 哪管老百姓的死活? 省宪法中, 本规定人民有得到救续灾难的权利, 可赵恒提这时却取消对鸡民每日每人两河豆子的救济, 改用掺康的西州来对付, 一时怨声载道, 特别是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省宪法对此又有规定, 人民有示威的权利。 老赵却想出了一个怪招, 以学生侮辱了士兵为由, 让士兵上街殴打学生。 丘巴爷们得令后分散出动, 处处劫机游行后解散的学生, 打得学生们无处躲藏。 即使第二天学生们不敢再上街了, 士兵们返寻到学校里去打, 这回才真是秀才遇上兵, 干脆没理可讲了, 只好被迫停课避祸。 学生们一连挨了三天打, 打破的不光是那些年轻的脑袋, 更有那些脑袋里的以宪法和平争权力的思想。 以毛润之先生为代表的湖南年轻一带, 走上更加激进的革命之路, 恐怕与这一顿棒打不无关系。 赵恒替当上正式的民选省长及发表正式的省宪法, 是在相恶之战和殴打学生之后的事情。 到这次正式选举时, 基本上可以看出其真实的民主水平了。 因有谭言凯派、林芝宇派的议员, 令祖选团加入竞争, 赵恒替一派的行为就更加害人听闻。 当时买票抢票成风, 已不是一般的所谓拉选票的概念。 长沙的各选举场有公开提出招贴, 写明一张票吃点心, 两张票吃饭, 四张票吃酒, 十张票与洋一元的价格。 来为自己一方拉票的, 还有的地点尚未开始投票, 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的。 下面各县的选票, 基本上都被乡绅掌握。 哪派要票, 需从掌握选票的乡绅手中去买, 价格从一两脚钱到一两元钱不等, 于是, 掌握选票的乡绅也大发其财。 等到正式投票时, 更有大打出手的, 欧斗抢夺票箱, 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 甚至在安化县还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 真是闻所未闻。 于是, 省会各工团提出这样的选举, 属为自制之地, 要求一律废除, 重新选举, 就连旧的省议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 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可老赵早已经等不及了, 他急着当民选省长, 硬是让这个胡乱选出的省议会赶紧出了台。 1922年元月, 新的省议会成立, 其中赵派的议员占了三分之二, 基本扫清了选老赵当省长的障碍。 可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就在省长选举前夕, 湖南省内外发起了一阵倒照的强烈风潮, 到正式选举省长的那一天, 长沙街头示威游行的有两万多人, 可手无寸铁的人民是不能阻止一意孤行的武夫的。 赵恒提终于经省议会以绝对多数票, 选上了湖南省的正式民选省长。 静雅思汀,智慧声音。 客观地说, 别管赵恒提这个民选省长来得多么不正的, 但他一旦戴上了这顶民选的帽子, 确实对南北两方染指湖南的企图, 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北边的吴佩芙站着岳阳, 随时可以向南攻取长沙, 那不过是灭死昭食的事, 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子干呢? 一方面是为了留下赵恒提做与广东孙中山之间的缓冲, 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 这个湖南省自治与赵的民选省长地位是无佩服不好绕过的法理障碍。 而南边的孙中山, 一门心思要武力北伐统一全中国, 可他也只能用拉拢的办法说服赵恒提加入自己的阵营, 而不好贸然向湖南动武。 当赵恒提不同意的时候, 孙中山也只好绕到江西进行北伐, 这种僵局直到1923年才被打破。 当时, 谭严凯在广东已经投靠孙中山, 成为他手下的重要人物。 得到孙的指令要设法导照, 以扫清北伐的障碍。 谭策动旧部与赵恒提动起手来, 然后自己亲任北伐讨贼乡军总司令, 还被孙中山委了一个湖南省长, 直抵恒阳设总司令部, 与赵恒提公开对类, 为了将老赵相省自治这块合法招牌打碎, 谭严凯除了指责赵恒提制限不合法律程序外, 还公开宣言, 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原本由他自己手唱的联省自治的概念。 而改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北伐的理据, 而赵恒提自然正要抓住自治这根救命稻草不放, 乃向全国通电说, 服五乡托命于省县提制之下, 在国县未成立之前, 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 就为国人所共欲, 纵令省县有未尽完善之处, 不难以合法程序提案修正, 今已一纸殿文破气之, 而付出于守畅至限之乡人, 此诚无乡之大不幸事也。 其说辞倒也算是抓住了谭严凯的要害, 赵恒提将自己的军队命名为护县军, 开往衡阳营战。 两军队阵一边要讨贼一边喊护县, 可说到底光耗嘴皮子不行, 胜负还得由枪炮来决定。 谭赵二人都是湖南人, 又都曾经营湖南多年, 一旦开打倒真是势均力敌, 除了战场上厮杀, 不外乎背后做小动作策反, 其中最显的一次是赵的部下朱耀华一个团反戈, 进长驱直入攻进长沙, 差点活捉了赵恒提。 老赵逃到诸州, 也顾不得自治不自治了, 乃向吴佩福求援。 老吴当然是求之不得, 连忙调兵从岳阳大举进入湘境, 要不是广州陈炯明叛变, 孙中山急令谭延凯回援, 讨贼军, 护县军, 加上北洋军在湖南, 还得有一场豪打。 谭延凯的军队撤向广东, 这场兄弟细强之战才停了下来, 可老赵的乡省自治, 却受到了喷机插手进来的吴佩福的挟持, 从此变得有名无实了。 老赵被老吴逼着修改了省宪法, 实际上是承认了自己受北洋保护的现实。 谭延凯退走广东, 带走了乡军一半的兵力, 赵恒替只好重打锣鼓令开张, 将剩下的两万余人整编扩充, 重新编成四个师, 其中第四师的师长是唐生智。 从此将这位爷给领上了湖南军政的大舞台, 唐生智的第四师驻扎在湖南, 临近广东, 一方面,势力建大, 不再受老赵的约制, 另一方面, 禁诸者斥, 逐渐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 随起了推翻赵恒替的想法。 这里边, 颇有中共乡区委员会的功劳。 那本是毛润之先生亲手缔造的地下组织, 这时, 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 与唐生智联络, 进行策反工作。 老赵眼看唐生智起了反心, 还想以联省自治这个老法宝对付过去, 就派人到广西, 与李宗人联络, 希望贵系也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 可没想到, 李宗人这时已经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不愿跟着老赵玩自治了。 赵恒替的最后一手, 近世也宣布福英三民主义, 想以此化解来自于南方的压力。 可临时抱佛脚总是不灵的, 唐生智不认他这个仗, 率兵从衡阳北上逼近长沙, 赵恒替没有办法了, 只好逃离长沙, 结束了他都乡六年的政坛生涯。 这之后, 胡佩福的军队与唐生智直接冲突起来, 赵恒替的旧部叶开心杀回了长沙, 省议会还搞过一次迎赵复职, 发出急电, 催促赵恒替, 回乡重新主政。 老赵犹犹豫豫豫, 不知道该不该回去, 直到接到吴佩福的旨意, 让他当香月桂联军总司令, 主持讨伐唐生智, 这才赶紧赶到了岳阳。 可已经晚了, 唐生智后面, 北伐军杀进了湖南, 连吴佩福和孙传芳都顶不住了, 老赵只好逃往上海, 在那儿当了十年御工。 赵恒替后来成了一个佛学居士, 走得似乎是中国传统下野之士, 吃斋念佛, 归隐必祸的老路子。 到日寇占领上海时, 曾动员他出任委职, 老赵倒是不为所动, 言辞拒绝。 这一点, 与吴佩福很相似。 1939年, 赵恒替重新回到湖南, 参与抗日救国运动, 并当选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 抗战胜利后, 他又再次被选为省议会议长, 以他制定省县的经历, 干这一行, 倒算得上是个老资格。 1947年, 他还当选了国大代表, 1949年, 随国民政府撤往台湾, 后来还当过资政。 1971年, 死于台湾, 再也没有回到过湖南这块土地上。 林达岩, 刘鱼道, 沈群也来看美国。 民主好, 宪政庙, 荒唐事儿也不老少。 免费给你请翻译, 受伤务工政府包, 二十四元电话包, 逼过移动全球通。 移民定居有良方, 看你多懂老美心。 法律底线不要破, 自由梦想随你飘。 一把鼻涕一把泪, 但愿他乡是故乡。 美国也荒唐, 美国也天堂。